各位好,歡迎回到你所不知道的細源系列講座 那我們在這次要探討數值系統 在這個數值系統,我們會廣泛地探討 像是二進位、五點數 以及背後可能沒有注意到的資訊安全問題 我想二進位這個議題至少以台灣的資訊教育來講 你很可能在國中吧 或者說甚至有人更早在國小的時候去接觸 但是這整個問題從來沒有簡單過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議題不是單純把十進位變成二進位 或者二進位變成八進位、十六進位 不是這麼單純 其實我們要去想這些不同的進制 十進制、十六進制、十六進制、十中 平常用的十中是六四進制 這些其實背後呢,它不是只是做單純轉換 我們要去思考的是它的編碼 以及這些編碼背後 我們透過這些編碼可以去思考這些編碼存在 它有什麼樣的可能點 它會帶來什麼好兔 但是同時也會有限制 那接著,除了這一組以外呢 像是浮點數 其實浮點數在很多人都很難理解說它其他的初級在哪邊 你可能只是覺得說它只是一種表達數值的方式 對吧?就是說小數點 比如說3.14156 你可能只是認為說這個就是數值系統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浮點數這個浮點 這個浮點這個字 為什麼把這個 你看英文裡面就叫Falling Point 這個浮點到底哪裡漂浮 這其實是很值得去思考的 然後呢,更有趣的地方是說呢 你會發現很多資訊安全的議題 其實往往就跟前面講的這些數值系統有關 不管是整數 或者說有號數、無號數 再來是像浮點數 甚至還包含說一些在標準規範以外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想要去探討的 然後呢,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漫畫 這個漫畫看起來差點有點無聊 不過這個就是漫畫 這個漫畫是這樣 你看喔 一個機器人坐在電腦前面 他嘗試去學習人們的動作 他看到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有一台電腦就會叫你說要輸入密碼 或者說輸入這些數值 然後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題目 就是說它叫你說做0.1加0.2 那你問結果是多少 這個很有趣 就是說其實人們會回答0.3 對吧 但是電腦會回答0.3 後面有00004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其實它背後呢 其實如果說你在不同的程式語言諮詢環境 那你會得到不同的數值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網絕頭 這個網絕頭 這個網絕頭叫什麼呢 就說0.3 0000004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網站做什麼 它叫什麼 Bornin Point Man 顧名字是什麼 顧名字就是說它做5點數 然後過程中你會發現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5點數的符這個字是怎麼來的 好 那以下背後的原理是什麼呢 你可能知道它背後原理是Rx-1754 好 但是呢 你可能沒有留意到 我們所謂的符點 其它背後的操作 是可能比你想像中的複雜很多 而且這個東西還涉及到不同程式語言 像比方說這個Ada Ada是在軍事 就是國防工業且永不多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Ada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如果說0.1加0.2 那你會得到這個數值 好 然後細緣會得到看到這個數值 好 然後呢 但是在不同的實作來講話 甚至跟什麼 不同的版本 好 然後呢 會得到不同的 也會得到不同的行為 好 你看到這邊 顯示 還有更奇葩對不對 比如說 會出現這個 0.0.0變1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個其實這樣的 你可以慢慢看 那個列表 你會發現很有意思 就是不同的程式 不同的版本 會有不同的行為 好 所以隱約 知道什麼事呢 隱約知道說 其實像這樣的議題 其實它 這是很 讓我們很難 就是說 這個跟我們 直覺的很不一樣 好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這個系列叫 你屬不到西元 好 其實我們就想要帶著大家去 思考這一類議題 好 然後如果說呢 我們把剛才這個 我們剛才是0.1加0.2 那我們把它換一下 好 換一下怎麼呢 想說我們在python2.7的環境下 我們做這樣的操作 我們叫做1-0.1 好 那你會知道0.9 好 那這時候呢 你說0.1 減上0.01 好 那你會得到一個東西叫0.9 然後0.0.1 好 那這個值呢 比你預期的這個0.9 0.9 越大 對不對 至少是後面的勝利 好 這邊後面有一個 好 那接著呢 你要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你做這個樣子要做 就是說 0.1 減掉 減掉0.01 再減掉0.1 好 那如果說你 你只是做很簡單的這個數值運算的話呢 你發現 這前面有個 第一項有0.1 第三項有0.1 好 好 那這個減掉之後 會知道 會知道 這個 跟預期的這個數值呢 就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呢 其實 又比 預期的數值呢 再略想 那到底這怎麼一回事呢 這個就是你會發現說 不解數 肯定 有些 也沒有懂 好 但是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這個就像剛剛提到了 這個跟 呃 程式語言的諮詢環境 以及 就是說從程式語言 兵器 作業系統 好 甚至還有發生說這個硬體架後 都會有觀點 甚至呢 隨著這個 I 出過於754的這個 變革呢 其實這個 這個標準呢 其實一直在改 到目前為止 最新的推到這個 2008 好 然後你會發現說呢 在精準度呢 在這個呈現呢 其實會有不同 好 然後在我們探討這些 細節之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其實呢 你還可以發現什麼事呢 發現說 其實電腦裡面呢 它其實不是只有二進位 我們所謂的二進位 其實它是一個 演化過程 好 所以就這樣 就是二進位這個概念 其實呢 是很早就有的 當然你 你硬要 硬要牽托 你可以牽托到什麼時候呢 想說你可以牽托到 好 這故事太長了 你當然可以牽托到什麼 液晶六十四掛 對不對 你當然可以牽托到一次 但是真正難的地方 不是去 不是這個二進位的概念 而是說 如何用一套科學 國籍 而且可以自圓其措的一個機制 然後呢 還要考慮到 能夠把這個二進位系統 整個貫徹的一個 一個計算機 你可以加計算機也好 你加電腦也好 總之就是說 不管是計算機也好 電腦也好 我們要怎麼去兼顧這些理論的基礎 以及我們在實作上的工程難度 其實在工程上我們就要做取捨 這才是更值得我們去探討 好 好 然後但是在我們探討這個二進位之前 先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 知名的電腦科學家 這個 張諾娜 他說他的有一本經典的書 The Arch of Computer 5 他的第二卷就有句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也許呢 最美妙的數字系統 所以這邊講的數字系統 顯然就是二進位這種東西 二進位是金位這種東西 這個就是數字系統 他說最美妙的數字系統 也許是什麼 是這個Balance Tournament Balance Tournament 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這樣 他是講這個 三個 或是三個一組 三組 他也可以叫做Bet Read 大家注意到 他不是指Tournament 他叫做Balance Tournament Tournament的意思就是 剛剛前面講的三個 三組 三個一組 然後 所以你被表示的狀態是什麼 二進位的話就是0個1 那這個Tournament的話就是012 好 那Balance Tournament呢 是把這個值稍微表現 好 原本是012 然後把它改成 負1 0正1 就是那個可能的狀態 好 那你想喔 這個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那如果 如果 我們用這個電極體體來使作一台電腦 其實就是如果啦 現行就這樣 我們現行用各式各樣的電極體來使作出電腦 當然 怎麼使作呢 你也知道 有極體電路 那從1960年代發展極體電路到期待 那整個這個經濟體的這個單位的密度已經提升很驚人 就是提升超過10億倍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空輪創作 好 那你想一件事喔 我們今天電腦用電極體來打造 那你可以想說 我把這個負1 就估計叫做負的 好 那正1呢估計叫做正的 好 那負的到正的時候呢 其實會有個有趣的狀態也叫什麼 叫做中間狀態 也就是說 我把負的正 還有中間轉換的狀態呢 我把編碼 編碼是什麼 三種可能的狀態 好 就是負的 0 的正 然後這個東西呢 就稱為叫什麼 這叫做Bence Therapy 然後就說 這樣的東西呢有什麼搞的 來 注意看這個 好 你看喔 像這個東西喔 叫做正正正 負0 好 然後這個值呢 依據這個 依據這個 就是你把它轉換成實際會 好 那轉換成實際會 跟你以前學的方式是相似的 好 就是說 你以前是2的幾次方 好 那就把它改成3的幾次方 好 所以你看從右邊開始出 5 5 1 2 4 好 3的四次方 好 然後呢 正的好 3的3次方 3的2次方 好 然後呢 到這一項的時候呢 是負的 所以負1 乘加3的1次方 現在要最後一項0 好 所以你會得到一個實際會的1次 也就是說呢 在Bence Therapy 的正正正負1 你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實際會的1次 好 那這個乍看呢 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好玩的地方 這個數的負值 對應的負值是什麼 那我們知道實際會對應的就是 負1次 對吧 然後呢 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實際上表示法就是值 這樣 那你發現這個東西呢 上面跟下面有什麼關聯呢 你看 正正負 然後呢 這個負負負正 所以你看看 一個數值呢 要不從正的變成負的很簡單 就是把正的改成負 就反過來 然後呢 注意到 這件事呢 為什麼在DoubleNut 特別講說這個東西很美妙 因為熟悉二進會的朋友都知道 就算你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你也 你也知道 在二進會呢 其實要考慮到什麼呢 要考慮到的是有號數 你還能夠特別去 還要考慮到什麼 還要不同的補數系統 而因為不同的補數系統呢 它其實會有不同的編碼 但是在Balance Tournament 其實它有其他的 它的正負號的轉換 也就是說呢 換個假想 你不需要為了負負的值 特別去發展一個補數系統 所以注意到 在Balance Tournament裡面 不用去管補數系統 當然這個補數系統 有辦法說 一的補數 二的補數 我們不用管補 好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你把這套方法 把它帶到這個小數點 然後你會發現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到 就是實境位的0.2 你注意到 這邊0.2是實境位的 很好 你把它表示成Balance Tournament 我表示成這樣 0.2 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這個 然後 這個 是正負負正 然後0.8的時候就是負正正負 你會發現一件事,這不就是又是倒過來 所以你看0.8跟0.2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就會很低 所以你大概知道什麼事情 在Balance Terms裡面要做數值的減法 尤其是它加起來是1的值 什麼狀況會有? 一個是20% 一個就對應到80% 這個機率會很高 這個東西你要發現說 在Balance Terms裡面 做小數點的運算也變得很簡單 小數點運算你以前在想什麼東西呢? 人家想借位 然後你就要去思考說 我要怎麼去做一個加法器、減法器 但是你會發現說 在Balance Terms裡面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它從頭到尾把它完全變換成機械式的 也就是說像這個例子來講 一個是0.2,一個是0.8 我衝到機械式 你就會想說我今天是一個 你會想說一個又一個機械元件 或者一個又一個電晶體 那你只要做反轉 因為不管是機械也好 或是電晶體也好 做這種反轉都是很容易的資訊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涉及到這個借位 你涉及到這個 就是說 不管是借位也好 或是OFRO也好 或是CARRY也好 基本上這些問題都是很阻打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Balance Terms裡面有趣的東西在什麼? 在是它表達方式 當然你說這個方式 電腦大師都說這個東西 這可能是最美妙的數字系統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這套系統沒有被封閉 事實上這套系統 在前蘇聯 前蘇聯其實就有對應的實作 但是這樣的電腦賣得不好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最近又被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了 你可能知道有一個抵押命貨幣 那叫Iota Iota背後就是用這個Balance Terms 那你可能會好奇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過渡工程 我跟你說 我接觸Iota到現在 就是不知不覺已經兩年半了 超過兩年半 然後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O-Engineering 那我承認的是 但是呢 這多少也是有一些好處 所以你看到這樣好處 好處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數值的運算的時候 在特定的情況下有可能會比較快 好 然後呢再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什麼呢 Balance Terms 它對數值的效率 有可能會比2000會好 注意到我們講這個有可能 好 那總之我特別講這個部分呢 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 電腦的發展 電腦的發展 它不是從第一天就是五星期這個樣貌 好 你不應該把電腦想像說它是一個單一的這個演化術 對吧 就是說你去想其實電腦呢它應該是非常多元的 你可以講說 就像這個蜀類 還有這個恐龍 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們是一起生活過的 那同樣就是說恐龍的後裔可能有很多 當然恐龍很大比例都是滅絕的 但是鳥類作為恐龍的 你可以說它是後裔 或者說有關的那個 就是這個還不是個定論 但是說人們說這有可能是恐龍一隻演化成的 演化成這個鳥類 但不管就是說呢 它其實就是應該是多元 其實電腦本身也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會發現說像很多議題 像我們所謂的能工智慧 那你會發現很好玩 能工智慧這個議題呢 在程式語言發展之前 其實人們就在想 就是說一個好用的程式語言發展之前 甚至連編譯器都可能都還興趣的時候 其實人工智慧就一直在運作了 而且人工智慧呢 你也知道就是說 作為這個電腦科學領域呢 屬於非常悠久的學科 非常悠久的子學科 那這個其實有一段時間消長 對不對 像當你這個MIT有這個人工智慧實驗室 那當然有一段時間是熱門的時間 然後過一段時間比較冷門 再過一段時間又冷不起來 再過一段時間冷門 我們現在剛好是能工智慧的這個熱門的時段 然後你會發現有趣的地方是 這些過去的 過去我們認為說是成就的東西 所以它可能會這樣重新發展出來 所以你說這樣的Benet Story 其實你可以去想 不是只是這邊懷舊的機器而已 其實它有很多地方去思考的 好 那接著就是說 我們在講這個數字的表達的時候 我們需要再額外去講一些數問 講一些數學上群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 特別在台灣的話 很麻煩就是說 你知道會去分文組跟自然組 其實比較好的說法是 數學考比較多跟數學考比較少 其實這兩邊跟什麼智商啊 沒什麼關係 就是說 某一邊比較在意數學 某一邊數學的成分比較少 就這麼簡單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就算到了大學的質詢工程 電極工程啊 機器工程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都還是缺乏 比較抽象思考 什麼叫抽象思考 你看這個 你看畫面中這個圖文 你看看他們講什麼 封閉性啊 接受率啊 你都發現什麼 這個東西你就覺得好像無聊 但是呢 這就是數學當有趣的地方 數學當有趣的地方 其實很多時候呢 是從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比方說這個集合 集合這個概念 再去探討這個數學 就開始去探討這個數學的完備 甚至很多議題啊 比如說空集合 什麼叫空集合 比如說我一個集合裡面包含一個元素 然後就說 就要包含一個元素 一個什麼 一個元素的集合 那你就講一件事 那如果不包含元素呢 那就要空集合 對吧 那請問空集合是否屬於空集合 比較想辦法的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那這個甚至造成數學上的危機 好 那我們拉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講這個群 這個群呢 對應到這個數學上的術語 就叫group 那最標的就是你知道那個group 所以為什麼它通常縮寫叫g 就是表那個group 那個字的那個 前面那個字母 好 然後呢 我們不要小看這些部分 因為呢 其實我們會發現一些很複雜的議題 好 比方說 直接看下面好了 就是很多人會注意到這個東西 好 比方說呢 我們以伏點數 伏點數運算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絕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要什麼 絕大多數人都知道我需要一個表達圓周率的數值方式 好 我們都知道圓周率這個數值是什麼 它是一個超越數 也就是說呢 你不可能 只是靠著什麼 有限的多項試運算 得到一個 得到這個數值 對不對 那不管是透過什麼胎熱展開 或者其他的方式去求解 圓周率 你勢必需要哪 需要無窮多下 對吧 好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伏點數 也算 但是呢 多半的時候我們不曉得 我們的伏點數到底是怎麼做的 好 那接著你看 像這個 像這個就很有趣的重要 你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數 這個數呢 是一個怎樣 夠大的伏點數 好 然後呢 我把一個夠大的伏點數 乘上夠大的伏點數 再乘上夠大的伏點數 你會得到一個 正等不穷大 這個合理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呢 我先 一個什麼 夠大的伏點數 好 然後呢 不對 應該是一個夠大的伏點數 然後呢 乘上一個夠小的伏點數 我先乘完之後 再乘一個夠大的伏點數 我會得到一個什麼 夠大的伏點數 乍看還是合理 好 那你看 我夠大的伏點數 減掉夠大的伏點數 這個簡單 這個0 那0乘上 乘上那個數都是0 對不對 聽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好 那請問你怎麼解釋這一點 你看 這項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都知道先乘除後加點 所以你看 第一項 也就是夠大數乘以夠大數 減掉夠大數乘以夠大數 好 我先乘除後加點 好 那你說 這東西呢 是這個 是這個 正的無窮大 對不對 這個是正的無窮大 然後呢 這邊也是一個正的無窮大 正的無窮大 要減掉正的無窮大 然後你開始揣摩 這東西是什麼 not a number 你說這個東西簡單好直覺 對不對 又沒有想起來 這跟你學微積分 尤其是高中 可能你有接觸過一門課 叫做理科數學 好 理科數學跟理科代表沒有關係 這個都講完 就是 你在理科數學的時候 有接觸到無窮大 如果你在高中 中學時期就接觸到無窮大 可是你要如何解釋 充分解釋這幾項的結果 或者換個腳去想 如果我們先把20 換成30 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簡單 我就是跑程式知道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在你的電腦裡面 有可能你的編輯器是不符合i754的標準 這是一個 好 就是說 你連編輯器是否符合標準 你都搞不清楚 你怎麼有辦法做判斷 第二的是什麼 因為 你們注意到 上面有在講 這叫單精度 好 請問 如果 今天改成雙精度的時候 就是你從那個float 變成double 好 就是在這個星圓來講 單精度是 就是froat 那float最少是4個bite 也是32位元 然後double 最少是64個bit 也是8個bite 好 各位 如果我今天把froat pomote 就是從froat 提升到64位元表達 至少64位元表達的double的時候 請問這些結果還是一樣 好 那這件事就非常困難 如果你凡事 都需要跑程式去執行 那你會發現 你根本就這樣 根本就是 無從把這個程式上看完 你更別 沒辦法去在執行程式去判斷 到底是聯繫問題 好 或是執行環境的限制 甚至 甚至你可能知道 電腦它運算上會有誤差 所以像剛才那個 你大概有感覺了 有感覺是不是 這個0.3 0.4 肯定的 跟浮點數的表達方式有關 所以再次我想提醒大家 數值系統它絕對不是 10經位換成2經位 然後2經位換成16經位 這麼單純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議題 雖然我們沒有任何一項 有回答剛才的那些提問 但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認真看待數字方式 以及為什麼我們需要用抽象的數學方法 去探討這個數字系統 因為我們需要更高的思維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在數學上的群在做什麼事情 數學上的群它想辦法提出一個抽用的方法 所以比方說它把加法運算重新定義 重新定義加法運算 這邊的加法運算可以換成別的操作 所以注意到我們在抽象數學的想法 抽象數學的想法是 我從很基本的東西開始推理 比方說我知道有1 那自然數來講 1背後會有2 2背後也有3 就是從1開始的自然數 每一個都差1這樣子加上去 然後我們就定義這個加法 所以你看我這個定義加法是什麼 如果A跟B都屬於集合裡面的元素 我們想說它都是屬於自然數 那只要自然數加上自然數 也還是什麼 自然數這個集合 所以注意到我們先把這個自然數換成一個什麼 換成集合機 這是成立的 這個東西叫什麼 封閉性 然後那個結合率 結合率是什麼 我先A跟B先加 再加C 跟什麼 A加上B加C 結果是會一致的 你說這個東西廢話 但是你會發現一件事 這件事跟底下這件事是不是有一點觀念 你去思考一下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 你該怎麼去解釋 你看 這個案例你要怎麼去充分的去解釋 解釋這個議題 就是說 這邊的想法要掛在這裡 掛在這個區域 掛在這個區域 你去想看 會不會得到一樣的答案 你以前可能會覺得廢話當然是一樣 但是你今天要去思考 好 注意一下 我們去想 浮點數是不符合結合率 好 再去思考 好 那接下來在群裡面呢 還會在什麼 會存在一個單位元素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會有一個A加點 跟加A加起來的結合都一樣 也都一樣 就自身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叫做反元素 那反元素是什麼呢 比方說 比方說我又變成正程數1 那我的反元素就是負的值 就是負1 那這個東西加起來是0 就是一個單位元素 因為講到目前為止 你就覺得是比較廢話 要懷疑 男的地方在哪裡啊 男的地方是說呢 可以提供 數學上是把每一個過程都這樣 逐步去建構 好 如果呢 我們再加上一個條件呢 叫什麼 交換率 這個東西簡單啊 這個國小的時候就學會 對 沒錯 A加B的結果 跟B加A的結果 好 是可換的 就是這兩個是一致的 可是呢 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我們大背周章去探討這個群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電腦裡面 似乎不是 這麼的啊 這麼符合群 好 就是說這個 你看哦 就是 如果有這個上面五項 就是從封閉性 結合率 然後存在單位元素 還有這個 反元素 以及剛才提到的交換率 好 那符合這五個特性的這個群 好 什麼叫阿貝群 好 當然群是很多的啊 在這個數據上還有一個東西叫做理群 好 像這種 這個非常多群啊 我今天不在探討那麼細的東西 好 但你去思考一件事 你會發現什麼事 你會發現 我們今天講的加法 我們講的成法 就是我們講的加法也好 減法也好 成法也好 其實你想 就是過去你覺得好像理屬當然了 但是在電腦的環境下 你會開始質疑這些事 為什麼 因為電腦裡面 數值的儲存 它不是無窮大的 對吧 你為什麼會有誤差 就是因為你的數值是有範圍的啊 像剛才提到的我的補點數 會用32位表達 64位表達 好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擴充 那也許可以表達數字分布越大 好 但是呢 在真實情況下呢 我們不可能 凡事都是用非常非常大的空間力表達數字 對吧 因為電腦這樣 是有成本的 好 我們今天講成本是很多元 第一個什麼 儲存的成本 第二個是運算成本 然後再什麼 傳輸 資料交換的成本 這些都是存在 所以勢必呢 在任何一個 運算的環境中 都會去規範 好 比方說 我這個電腦是B-M點 第一頭M點 好 我的電腦是64位 32位 好 這些都是規範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 這個 你看到 這個 像這個 自然數的集合呢 它就不是群 為什麼 因為它不存在什麼 不存在反元素 對不對 就是說 12345678 那 1的反元素是什麼 大家講過了 我必須要加起來它的值壓是-1 但是 在自然數 在正整數 不存在這個東西 所以它不是群 好 所以我們再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 像這個議題來講的話 好 完全一樣是什麼呢 在數值的表示來講的話 就是比方說這個 二的補數系統 二的補數系統來講的話 這個 整數的加法 它是Arbit群 所以包含什麼 包含什麼 前面講的交換率 都是十足的 都是成立的 好 但是呢 這個 十數的加法 其實也可以成為Arbit群 但是 但是注意到 它也可 也可 就是什麼 意味著機會有例外 就是什麼呢 就比方說這個 四捨無霧 無條件捨露 還有各種捨露的方式 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的這個捨露 其實很多種 有四捨露 有無條件捨露 還有什麼 最靠近偶數的捨露 反正有很多方式捨露 那總之你會發現什麼 因為 我們 人們看待數值 是什麼 是 心中會有一個 一個概念 但是電腦本身呢 它沒辦法把這個概念 充分的去涵蓋 所以電腦可以做錯事 但是電腦 其實 都會有位於限制 還有數的方式去表達 所以你發現什麼事情呢 這個好玩的地方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 我們電腦是四個bit 我電腦如果是四個bit 就這樣 0000 然後去表示0 然後我可以用其中一個bit 去表示正數跟負數 好 所以 比方說我 魔用最高位元的 那個位元 最高位的那個 來表達 就是用0跟1分別表達什麼 表達正數跟負數 好 可是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 這樣的話 我可以讓每個正整數 都有對應到一個反結數 也就是它這個負的值 可是這樣子編碼之後 會有一個問題 編碼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請問那 1000 這個東西呢 它 它有沒有 對應了這個 就是它有沒有對應了這個正整數的數值 好 所以其實它是不存在的 可以推教一下 所以呢 在這個電腦的 補助系統呢 會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很可能 你為了要滿足前面講的特性 就是存在什麼 存在這個 反元素 好 可是呢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呢 這個100 它沒有 沒有對應了這個正整數的數值 好 所以有號數的負整整數呢 會比整數多一個 好 所以你強調 一個是0 裡面的中間 好 那一邊是 這邊是負的 這邊是正 所以呢 有號數的負的這個整數呢 在現行的這個補助系統呢 就會這樣 會比較多 會多一個 好 好 然後呢 類似的狀況呢 也會在負整數發生 像什麼呢 3.14加上一個什麼 夠大的數 好 那再減掉一個 夠大的數 好 那前面呢 是先做 對不對 做完之後再減 然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你會得到0.0 好 當然是在單精準度 就是這個 在這個frot 底下 好 為什麼 因為你想 一個數字很大 就是 你會想說什麼 你會想說某個值 比如10的十四方針很大 對不對 加上一個 微乎其微的東西 叫304 這個304呢 在加的過程中呢 其實這樣 就是 雖然 301是一開始存在的 但是我加到一個好大的數 然後呢 再減掉一個好大的數 好 那反而你的3014呢 它就不見了 因為這個數目 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一開始 是好大的數 減掉好大的數 好 那減完之後呢 它就是很趨近點 好 注意到 這兩次 很大的數 減掉很大的數 它不會永遠都是w 好 所以我們應該 正確的說法是 它會趨近點 好 那我把3.14 加上一個趨近點的值 你加起來的東西 就會知道什麼 就會知道是3.14 所以你看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 這個 就是說我們前面在講什麼呢 我們前面在講這個 講這個 結合率 你看 這邊講第二點結合率 在什麼 在福點數 在單精度的福點數 存在 好 那大家有好奇說 那請問雙精度 存不存在 好 你先放在腦袋裡面去思考一下 好 剛才這個問題 剛才這個問題存不存在 好 簡單說呢 雙精度跟單精度 面對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去思考 有多少位元 可以準確的去表達 紀錄 3.14所需的位元 如果你的操作來講的話呢 不足以表達3.14 不足以表示這個 剛才講夠大的一個數目 好 那你做完這些數值運算的之後呢 你會得到什麼 慢慢得到不好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說 講到目前為止呢 你大概隱約知道什麼 這些議題 好 注意到這些議題呢 你說你不會寫成 那時候這樣子搞死自己 對 很多人都會這樣講說 尤其在台灣教育 你懂嗎 很多時候 我們會那麼說 不見識台灣教育 應該說很多 你懂嗎 華人在的地方大概都會這樣 會有一種獨善其身 反正就是我不要遇到 就不要說 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說 假設一個人他都是全校第一名 然後這個 在建中也是前幾名 結果他沒有考上台大電機 他就搞了考試失常 還是什麼 就拉肚子 是考上大A電機 怎麼辦 對不對 你要想 對耶 假設一個學生很優秀 他本來就應該 閉著眼睛都可以考上台大電機 沒有考上 就只好考那個什麼 大A電機 那他該怎麼辦 該衝考嗎 還是去大A電機 說什麼 因為機頭過年後 對 那往往人們會怎麼講 怎麼可能 學生那麼優秀 但是問題 如果那個人就是 那請問你該怎麼辦 很多人說 這就是不可能發生 但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講這個城市 也是這個議題 就是往往多數人寫成社會 是不一定應對這個問題 可是問題 我們現在的城市開發 往往就在什麼 在前能基礎之上 所以你根本就不曉得說 前能的這個基礎 比方說它是一個遊戲引擎 一個game engine 它會不會做這些事 你就想一件事 我記得這個數字 數字這樣操作 對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30是圓周率 所以這個圓周率 你就想像它是一個 數字寫在城市碼裡面 但是原本寫城市的人 可能沒有注意到 注意到什麼 在IH-1 單精度的這個運算裡面 其實前面講這個結合率 是這樣 是不存在的 就是說這個結合率呢 這個東西呢 是不存在的 所以會導致什麼事情呢 這會導致說呢 我們做這個運算來講的話 會得到截然不同的這個答案 對吧 一個是3014 一個是0.0 這個落差太大了吧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你往往呢 你面對城市 不是從無到尾自己 每一行都是自己的 你會用到現有的game engine 那game engine呢 它也會做一些假設 或者它在數值的推導 它會做一些什麼 它會做一些判斷 那當然它會有一些內建的一些test case 可是你往往不會想到說 這test case 是不是有效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就接著去思考 如果你對數值系統不夠有概念的話 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呢 搭配我們之前講過這個什麼 你所不知道的細語言 編譯器和最佳畫篇 對不對 有帶來大家探討 那如果對這個概念 有些不瞭解的地方 你可以自己看這些錄影 跟這個共體搭配看 那我們再講這個編譯器 和最佳畫原理片的時候 我們講為什麼是呢 就是細語言編譯器 有可能會針對下面這樣的程式碼 你看這個程式碼 A加 B加 C Sine 注意到這個問題要唸等於 這個cosine 就A加 B加 C的結果 cosine2 同理 下一行是B加 C加 D 的結果cosine到Y 好 那接著呢 你去思考一件事 編譯器呢 就會發行公司 這邊有 B加 C 底下也有 B加 C 那這樣怎麼 我能不能先加一次 對不對 你看原本需要幾次加法呢 原本需要四次加法 所以如果先把 B加 C 的結果 先提取出來 比方說提取到 叫暫存的變數 成本叫做 T 好 那我 我接著呢 你看 我就把原本要四次加 改成三次加吧 對不對 這樣的話就什麼 就達到程式碼 最佳化的效果了 可是 你發現什麼是 因為呢 B加 C 先做的話呢 有沒有可能遇到 這上面的悲劇 對不對 還記得這個吧 這個 B加 C 如果先算的話 然後呢 剛好悲劇的地方是什麼 C 我們沒說它是正啊 C 有可能什麼 就是剛好這個 負的 負的 所以你看 有沒有可能遇到剛才那個狀況 有 所以你看 你這個例子在講換來 請問 編譯器 該不該對浮點數做最佳化 如果編譯器看到浮點數就這樣 就嚇傻了 那請問編譯器 怎麼可能繼續進不下去 難怪說如果編譯器永遠 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看到什麼 看到它覺得該最佳化 就把它最佳化 然後你發現什麼事 結果不同了 這也不是我們那麼要的 所以 到目前為止 希望大家知道 了解 了解 浮點數 了解 補數 系統 它不是為了 理解這個單一的議題而已 更不是為了這個上面講的什麼 封閉系結合率 然後什麼 單位元素 或者這個 反元素 不是只是為了要了解這個名詞 不是 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 名詞解釋 而是我們要知道 這些 對我們寫程式的影響在哪裡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探討 所以我 我希望呢 大家要有個認知 就是說我們講到這些 數字系統 它從來不是簡單的議題 而且往往呢 就是 不管是 程式的錯誤 安全的漏洞 甚至很多 由於軟體的缺失 導致的這些危害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來自這個 數字系統 好 比方說這邊就 摘入幾個項目 比方說這個 這邊寫的比較 比較含糊一點 那如果你想要看比較完整 你可以 找這個 軟體缺失 缺失 好 然後你會看到 之前我整理的另外一份 共筆 那在這個共筆來講的話呢 就像標題提到的 這是 軟體缺失導致的危害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邊 講到一個很經典的話 這個 乍看是玩笑話 其實想一想 想什麼 他說 我們是電腦專家 我們有創造意外 炸天之下好像很怪 但是其實各位真的要認真想 你可以看到說 1970年代的波音747 它的程式 程式碼大概是400萬號 然後到了2011年的這個 波音787 它的規模呢 就是達到650萬號 那我想大家 看了這些最近的新聞都有感覺 這個波音公司的 一連串的這個安全問題 其實很 当然不全然是因为软体 有很多地方的疏似 通常一个公司会有疏似 但绝对不是单因素 但是希望大家证实这个议题 就是说其实你我搭的飞机 你我的交通建设 我们不太可能完全 我们已经回不去在过去的原始时代 就是说你跟我 我跟你完全没关系的年代 那个年代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的你我的生命其实这样 都是联系在这些复杂的系统之中 所以就想你可以看到说像什么 Toyota的汽车 在美国高速公路爆充了死亡车祸 然后克莱斯的软体缺失 一死两伤 而且这一召回量都很惊人 这召回的都是几十万台 然后再什么 医疗加速器的致死 注意到这些导致什么 超过正常即将的一百倍 然后像这边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这边可以看到说 它有很多议题的 除了这个出人命以外的话 对这个也有出人命 这个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就很经典 就是这个什么 这就是这个法国 法国正确说法应该是欧洲太空总署发射的火箭 然后呢 它在什么 它在这个法属盖亚那太空中心在哪里 这个它其实是在 它是在吃到 就是大家知道 法国都跟很多国家一样 其实以前是什么 就是那种 以前是帝国主义国家了 所以有很多殖民地 然后呢 火箭发射是这样 就是说越靠近赤道 你花的力气越少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离赤道越远 像前苏联 前苏联呢 就在整个 这个苏联境内最难的地方发射 但是各位也知道 苏联境内最难的地方呢 还是纬度很高 比方说哈萨克 那纬度还是很高 至少比台湾高 所以它的火箭 你会发现 那个前苏联火箭都很巨大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是在赤道发射 你觉得这样 你的容量就可以小一点 那当然成本就会大幅缩减 可是问题来 软体呢 MESH对呢 这个什么 这两千多亿台币的 这个价值的火箭就不见了 而且呢 两个法国士兵当上死亡 所以讲到目前为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例子 甚至可能会导致什么 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可能因为软体的缺失 好 那诸如此类这些议题呢 请你千万不要去轻忽 这些议题呢 往往怎样 就跟数值有关 比方说呢 这个以波音787来讲话呢 在刚开始推出的时候 注意到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787什么时候推出呢 2011年推出 刚推出的时候呢 这个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就是说写叫FAA 就发现一个很可怕的悲剧 什么悲剧呢 就发现就是说 这个787的电力控制系统 在248天电力没有中断的情况下 会自动关机 然后所以呢 FAA怎么办呢 就只好告诉说 你不行超过248天 这个不关机 因为不关机的话 系统会自己关机 所以与其呢 让系统自己关机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他开了248天 怎么知道 他就关机了 所以怎么办呢 应该每120天重开机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东西呢 这个如果套去台湾的媒体 记者就会讲什么 记者讲 哎呦不就跟你讲说 重开机自白币吗 对不对 你们这些专家为什么不去重开机 连我这个记者都知道 台湾记者就会这样讲 但是人家想这个 这显然的东西支标啦 我就要可以思考 如何资本 然后接着呢 这个卡尼基美农 卡尼基美农大选这个 库门教授 库门教授呢 你会在很多地方看到他 像刚才讲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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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其实 也是软体趋势 好 那这个 库门教授也有他也去探讨 好 好 那这个 库门教授呢 你可以去 他也他也他也 他也写个blog 好 他写的蛮好的 你可以参考 好 然后呢 他就开始计算 他 他觉得 这个东西呢 248天肯定有道理的 好 他先做什么事 先把248天换成秒数 好 那你看 这个秒数是这样 撑完之后是这样 好 大约什么 大约是 2000万 对吧 好 就是这个 这个 2000多万 多万秒 好 然后 2000多万秒之后呢 如果把它乘上这个 100 好 那他发现什么事 哎 这个东西呢 很接近什么 很接近32位元有耗数的最大值 32位元有耗数的最大值是什么 就是这个 如果是5号数的话就是F嘛 对吧 那有 那个 如果是有耗数的话就是什么 有耗跟无耗的差别什么 就就差两倍吧 好 粗略来讲就差两倍 好 所以我就把F除以2 F除以2呢就得到7 就是F除以2会得到7F 好 然后呢 他就算这个 哎 就发现什么 哎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32位元有耗数的最大值 大约是什么 大约是21个 就是21亿 好 21亿这个值呢 很有趣啦 照刚才那个运算来讲 发现什么事 哎 你算完之后发现 这不就248.5天吗 好 所以呢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呢 那这个 以Kuhlman教授推测 好 推测 是这样 就是说 这系统上呢 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技术器 有一个counter 这counter呢 是每 呃 一百分之一秒 好 就是那种 就是一 呃 就是说 应该说 每秒呢 会记录100笔 好 那一笔呢 记录就是百分之一秒 好 对 好 然后记录到什么 记录到一个 Integer里面 好 那这个Integer呢 是30欧元宽度 而且是有号数 好 然后呢 我就遇到一个offroll 好 所以你可以想哦 我今天怎么 这个F 这个 这个是什么 7FF 好 那一直加 好 那加上去 下一个字都是多大呢 就变什么 就变零了 对不对 就是说 看好 就是说 我从一个值加加加加加 加到这边 好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 就变零 好 然后接接接接接接 加了一段时间 哎 又变零 好 好 所以呢 它就发现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就是它叫什么 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offroll 好 那当然 offroll问题很多了 好 什么什么Y2K啦 好 或是EAR2038 好 2038是UNIS会遇到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列了好几个 对不对 好 这个 注意到 这是之前我列的 其实这些问题多的是 好 好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探讨 所以你发现什么事情 光是Integer overall就有的搞了 好 而且呢 我们先不敢讲那么那么远的事情 你当然说啊 你可能会讲说 哎呦 反正我这辈子不可能去test啦 我这辈子不可能去搞军火啦 好 所以我我程式写写的差 不会对你的伤害 前往不要这么想 好 要做出坏事呢 多的是机会 好 然后呢 我们去思考 所以我们今天身为一个软体控制 是 其实要讲 要讲 好 就是说 有一天 你会做重要的程式 好 反过来说 如果你的目标不是在写重要的程式 我说 写程式 跟人们不会有建立什么观点 好 那 如果你不是抱着这个想法 滚 好 就别别再写程式啊 好 你因为你这样子连写程式开心都不会有 好 再讲一次 如果你的目标 不是用软体 去影响人们 去塑造人们的 就是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好 或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 你不是抱着这个想法去写软体 你会做得很痛 好 而且你连兴趣都不会有 对吧 好 因为很多人做兴趣最后还是可以影响到人啊 对不对 你会看到一个什么 呃 国小二年级写程式的人啊 对不对 他写意大利写了几个游戏 然后我上海 还启发很多人 对吧 这很好 好 因为他不是自己过得好而已 他可以去感动别人 好 那甚至感动别人之后呢 哎 别人怎样就有印象 好 甚至追随他 或者跟着他一起学习 跟着他一起讨论 好 这就是这样 这就是发挥影响 好 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件事的话 嗯 你就会一直在这些 在追逐这些技术 好 那回到这边来讲话呢 可以看到哦 呃 这边就讲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讲到这个FreeBSD 好 我们知道FreeBSD是什么 是一套类似Unit的作业系统 好 那注意到呢 所以 画面从这一段程式码执行在哪里 执行在作业系统的核心里面 好 所以你看哦 这是程式码很老板的哦 它的名字呢 叫做Copy from Kernel 好 Copy from Kernel 这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就是说 我这个资料 是从Kernel里面 好你知道那个作业系统一般来说 我们会区分两个不同的模式嘛 一个叫KernelMode 好 一个叫UserMode 那KernelMode呢 它会掌管绝大多数的资源 所以Kernel就是把关的嘛 那User呢 就会被隔离嘛 所以就 我Kernel一个 但是我User可以 有好几个不同的程式在执行 好 好 那Copy from Kernel呢 就是说呢 我这个资料呢 要从Kernel 带到什么 到的UserSpace 或者到其他的区域 好 那你看哦 乍看真的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 你看 最终呢 就要放到什么 放到UserMode 的某一个地方 好 所以我指定一个什么 UserMode 目标的地址 好 然后呢 再告知什么 告知最大的长度 诶 乍听之下好像很合理啊 对不对 你说我还考虑到什么 还考虑到最大的长度 诶 看起来还蛮聪明的 对不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写成4的时候 会怎样写 只有写这样而已 就是宣告的时候 就只宣告 第一个参数 不宣告第二个参数 说诶 我已经考虑到这种 最大的长度 所以我不管怎样 不会超过最大长度 而且你看到 这一行 还特别去检查 去检查说呢 这个K size 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 这个Buffer的size 是不是 哪个大 那 就 就 所以什么 K size也好 或是MassLens也好 哪个大 我就取谁 诶 你看这个乍看之后合理吗 对不对 然后再什么 Memory Copy 对不对 而且Copy是什么 以实际Copy的长度为准 好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呢 都很合理 可是问题来了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这个形态是什么 这个形态呢 是宣告成R&T 好 那注意到呢 R&T这个形态 它到底是有号数 还是无号数 完全取决于两件事 一个是编译器 一个是硬体架构的偏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呢 这边受编译器的影响是很大的 然后这东西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呃 同样是 GCC的编译器 GCC的编译器呢 针对Intel架构 好 R&T预设 是什么 是有号数 好 但是针对暗的架构 什么是暗的架构 就是你每天用的手机 好 那GCC会偏号 Integer是吗 是把它设定成无号数 好 再讲一次 同样是R&T 好 同样是GCC编译器 产生出来的机械码有趣 就是R&T呢 在这个Intel架构下 好 预设呢 是有号数 好 然后在什么 在这个手机上 预设的是无号数 好 那如果说呢 你的电脑呢 是用什么 是用那个 Intel架构 Intel X8664的架构 好 或者X8663的架构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预设的是 是有号整数 那有号整数呢 就意味着什么 它有号码 就会有负的值 好 所以呢 我把负的值呢 带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个悲剧 好 这个悲剧在哪里呢 我们来思考一下MemoryCopy 第三个参数 请问它什么形态 来看一下 第三个参数 不想给你看到 我最近在做的计划 好 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emoryCopy Cpy 好 那再看这个东西 MemoryCopy第三个参数 它的形态是什么呢 它的形态是Size底线T 注意到Size底线T呢 它是什么 它是无号数 所以注意到 所以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INT是有号数 注意到 不是INT一定是有号数 是要看编译器 跟平台的偏好 所以这边来讲话是讲什么 在这个 Intel S86 跟S8664 预设情况下 GCC会把它 把它视作 有号数 好 可是呢 我硬要把一个 负的值带入这边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然后呢 接着什么 接着把它带入到MemoryCopy 作为什么 第三个参数 那第三个参数呢 它是5号数 所以看到 如果是一个负的值 把它从有号数负的值 变成5号数 你会发现什么 就得到一个很大的值 很大的值 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很大值就会比什么 因为这个case size 只有1024嘛 所以你看 随便就可能超过 就可能 这个很大的值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 2亿 就是这个 2亿 或者21亿 对吧 就像刚刚那个 示范给大家看 有可能就这个值 好 比这个值再略小的 好 所以这 这这显然呢 会发生什么事 这显然会发生问题吧 对不对 因为原本呢 这要从 KernelMode Copy到UserMode的资料 可能就这么小 对不对 你原本是预期是1024 或者比1024小的值 好 比方说16 32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你突然带一个什么 很大的值 所以是不是不会把Kernel 作业系统的 不该揭露给UserSpace的东西 都揭露给看光光的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怀有2亿的程式码 只要把这个负的值 带入进去 对不对 它是不是就可以偷窥到 作业系统内部 而且作业系统呢 它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桥梁 什么桥梁呢 应用程式 跟硬体之间的桥梁 所以它会 隐蔽很多资讯 所以你有可能怎样 透过这样的一个 惡意程式呢 它透过这种方式 它其实可以取得 不然说其他程式的 隐含资讯 我拿到这隐含资讯呢 我甚至可以看到 其他的程式的什么 比方说密码啦 之类的 就是某个密码程式 或者说 一些隐私资料 你可能就看到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发动 去攻击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在什么 在2002年的FreeBSD 就被爆出这种问题 类似的程式码呢 再继续看 这段程式码是XDR XDR你可能没有概念 但是讲另外一个东西 你可能知道 叫NFS NFS是一种档案系统 那这个档案系统 全名叫做 Network Fire System 顾名思义就是什么 就是网路的档案系统 对吧 所以这个档案系统是什么 就是说 你就想像电脑 很多台 电脑很多台 让你想象一下 电脑很多台 那我可以彼此串接起来 那所以呢 两台电脑 你看一边是Linux 一边是MacOS 显然这是两个 不同的作业系统 对不对 左边还有Windows 没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把它串接起来 对不对 好和谐的世界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串接 不同作业系统 串接不同网路环境 的一个服务 我们称呼叫什么 叫做NFS 那其中呢 XDR是NFS 里面一种服务 就是你看它的名字 大概猜出来 它就是资料表示 为什么这个 Eternal Data Repentation 那么重要呢 因为电脑会什么 不同的位元 对不对 有30位元 跟64位元电脑会混合在一起 那有些电脑呢 它是Big Ending的架构 也可能有Little Ending的架构 那一些电脑呢 它是Windows 有些电脑是Linux 所以我要在跨越 不同的作业系统 要想办 想办 让这些资料可以交换 对吧 这个是基本的道理 好 那最后呢 你看哦 这段程式码 任重的道远 就是要在这么多 不同的电脑上 去分享资料 好 接着来思考一下 这段程式码呢 有什么样的状况 会出问题 底下有一个提示 假设呢 我们这个参数 注意到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 这个Count 然后呢 我把一个够大的值 带进去 然后呢 再把一个什么 一个 够大的值带进去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2的20次方 跟2的12次方 其实都还是什么 让我们一学范围那样 比方说当时的电脑 绝大多数都是32纹架构 所以你看哦 在32纹架构来讲话 我输入这个2的20次方 跟一个2的12次方 有没有遇到这个 有没有遇到这个范围以外 没有 大概是就是范围 在范围内 对吧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神奇方式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可爱的惩罚 所以你看 你大概知道 整件事坏的地方在哪里 坏的地方在说 一个是合法的值 另外是合法的值 对不对 结果呢 对吧 你看合法的值 跟合法值 对不对 就变成了不合法的值 为什么 因为这样乘起来 就超过2的32次方 对吧 注意到 这是2的20次方加1 跟2的12次方相乘 这显然这样 显然会大于2的32次方 对吧 很记得 基本的道理 那所以呢 这个你就得到一个 超过2的32次方的一个数值 可是呢 我的电脑是什么 我的电脑是2的32次方 就是假设我的电脑 是32万元的架构 所以这边呢 就会得到一个 Mailok就会得到失败 就是会失败 然后呢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可能Mailok会失败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也可能Mailok会成功 再去想 如果Mailok这边成功 他就真的去做什么 做你 就真的去配置机体了 所以呢 他不会走到这一步 也许会走到这一步 好 所以 那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就尴尬了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就会遇到一个什么 就是 其实这个配置的空间 已经什么 超过系统可以涵盖了 好 那 所以 注意到一件事了 就是说 我们不能只是 傻傻的去检查说 这个 Mailok的回传值呢 是 是Null Pointer 还是 非Null 不是那么 不是 就是你不能只是检查说 Mailok的回传值是Null 还是 不是Null 不是那么单纯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这个Mainpage怎么写 在这个ReturnVable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 在Mailok的输入呢 如果它是 0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 就是 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是跟实作有关 好 那所以呢 总之就是什么呢 总之说 你只靠这个 这样的一个侦测 是不够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 跟什么 不同的平台 实作会有关系 好 所以如果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尴尬的地方是 这一行 如果没有走到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Result 它不会是0 只要Result的不是0的话呢 这件事可怕的 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 就被接触到了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Nest 它的地址到底是哪里 我们不确定啦 对不对 这个 以作业兄 当下的情况有关 所以你会发现 一件事是什么呢 如果这一段程式码 刚刚好执行在作业系统内部 哇 这件事就恐怖了 因为如果只是在UserMall 执行到这段程式码 乍看这下是没什么事的 毕竟在UserSpace 是有什么 控制的 可是如果这段程式码 是执行在作业系统核心内部 那你会遇到个悲剧 当你执行到这段程式码的时候 很可能这样 很可能你的作业系统内部的程式码 有可能就被覆盖了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做到一个恶意的攻击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来开始讲这个 回顾来讲二经位 所以希望讲到这边为止 我希望大家有认知 二经位绝对不是只是转换 转换是最基本的事情 我们要去思考 非常多议题 对不对 有没有讲 有没有 overall 有如何去表达数值 然后呢 这边有一部短片 那你可以加减看一下 这个短片来讲什么呢 就是说两只手指 对不对 两只手指呢 要如何去表达 一千个数值 就是说一开始是 0 对不对 01234 对不对 然后现在算 对不对 然后 所以这是你熟悉的东西吧 对不对 就是 就是一直表达 你发现什么 我其实可以用不同的编码 对不对 有道理哦 对不对 你看一只手就可以编码 编那么多 所以其实一只手呢 可以编码 编到什么呢 就是从0 编到什么 编到31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套方式呢 去把它扩充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一只手呢 它就有不同的编码 所以学过二经位的朋友都知道 对不对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种编码 所以比方说 生两只手就是什么 就是4加2 4加2等于6 好 那同理呢 就是你会发现说 像这样 对啊 就是有这样 就是16跟1 好 那 这东西就是说 这个简单啊 我都会了 对不对 你想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扩充 对不对 一只手 你看哦 一个手掌的威力 好 那你看哦 我们把两个手掌的威力 把它整合起来 好 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两个手掌呢 这个威力就就就就就强大了 对 好 如果说你有十个手指 也就是两个手掌 好 多数人 好 多数人的风格 好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事呢 我就可以这样计算 对不对 我就会设计一个编码 所以这个编码呢 其实可以让我怎么样 那从零编码编到1023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你看哦 我们用十只手指头 不是只能数到123456790 也不是只是数到0123456790 好 所以你看到 在过去 你的思考 没有提升到这个编码层次的时候呢 你只能想 我从零开始 从一开始 你可能停留在这个层次 但是呢 从刚才讲的 你看 刚才那个威力是什么 刚才那个威力在于说 我用十只 手指头 我可以编码 我设计一个编码规则 可以让我从 0123 一路数到1023 好 那如果你把你的脚指头都加进来 好 当然前提是 你的脚指头要很灵活啦 就是 手指头要做刚才那个编码 还合理啊 脚指头要编码还蛮困难啊 不管 假设有人可以帮你按脚指头 这讲起来怪怪的 如果你把脚指头都算进去的话 超帅 你看到 这个编码的东西可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编码的可以编到多少 2 20 十四方减一 好 所以从这边来讲话呢 各位不难看出 编码 跟数字的意义 其实这两件事可以突破了 这两件事啊 我们今天所谓的 负一 正一 零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我们心中期望的样子 但实际上怎么去编码 很难讲啊 对不对 你还会想象刚才不是讲的这个三经卫 这个 这个编码 对不对 就是说我呢 其实是怎样 这就是个编码 所以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人看到正一 之所以看到正一是什么 是因为它 可能从正整处开始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 一二三 然后呢 为了要区分这个 跟它反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正整处的反元素 就是比方说正一对应的反元素 就是什么 负一 为了要区别这件事呢 我就把零 切两端 一个是正的一 一个是负的一 那正的一 可以往后延伸 对不对 就是正二正三正四 通理 那负的一也可以 可以再去延伸 就是负一负二负三 那注意到 这就是编码 你大可把它编码成 变成这样 就是说 我用什么 用 这个 这个 turnary 去来表示 就是说 你原本在binary binary来讲话 就是bit 那bit就是 这个零跟义的状态 但是我可以 一个空格里面 一个单位的储存空间里面 我把它变成哪 负零正 就把它这样编码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编码 但是呢 这个东西对应到 数学上的意义 或是对应到 人们期待的意义 这是两码之四 所以就这样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点概念了 对不对 好 那再继续想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 其实呢 整件事呢 从这个 编码 这是一个开头 然后真正的地方是什么 是要把这东西扩充 所以在1800年 这很重要 就是布林代数 那更重要的地方是在 Shanon 就是这个 学习过资讯理论的人都知道 Shanon对这个 对资讯科技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布林代数提出一些方法 所以比方说你会知道这个 exclusive or 就ex or 然后或是and or not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些东西的布林代数 但是Shanon更进一步 就是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Shanon的传记 也许会给予很多启发 然后在Shanon来讲 他在贝尔实验室待过 然后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他对这些理论 显然是很熟悉的 但是除了理论以外 他其实对动手做很有兴趣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Shanon的传记 我以前对他也是认知有限 最近比较 因为教学 有时候要好奇 就好奇这些科学家 在做什么事 所以我之前读到Shanon的传记 讲到什么 Shanon他下班的时候 会自己做木工 除了做木工以外 他会去研究各式各样的电子零件 所以注意到Shanon这个人 关键的地方是 他把理论跟实物 很完美的把它结合在这里面 所以像Shanon 比方说这个取样 取样定理 不是Shanon 不是妹妹卡片 是Shanon Shanon Shanon 这个就是Shanon 这个就是Shanon 就是讲这个什么 就是讲这个取样定理 那个东西用在什么 电信通讯上很多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Shanon里面 Shanon它把它有什么 它把这个布林代数 把它用在什么 二进位 这个应用 那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 如果说你对这个二进位呢 你觉得自己认知不够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这篇科普文 这是那个 有一个很有趣的网友 他写他的部落格就说 写点科普 请给指教 那他在这个Facebook上 也 也蛮多活跃的动作 就是比方说 有讲科技史 有讲这些商业 那他最近在 生活在北京比较多了 所以最近应该都在谈商业 如果早期来就写电那个程式 所以你可以教他看一下 他以前写的东西 也可以对这个电脑的原理 稍微稍微点认知 就是比方说各个敬畏 怎么表达 取补数 然后这个对应到电路是什么 IC在做什么事 还有说像刚才讲那个代数 甚至是加法器 全家器半家器 所以像带着各位把这个计算机概论 稍微看过一次 那这边呢 我就整理了另外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要做解读计算机编码 乍看之下好像 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题目很死板 但是我希望带着大家想什么呢 在这个共笔 这个共笔长 你们看到右边有个卷軸 看起来卷蛮多的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我希望就整理一些材料 这些材料呢 带着大家干嘛呢 就是去想 想三个硬体 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呢 电脑硬体实际上只能认得零根一 就是零根一可以很容易用硬体去实作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对应到通路段路 你可以把它对应到 灯是亮的 灯是暗的 对不对 你也可以把它对应到这个像那个MOS MOSFIT 对不对 就是这些 这些电机体 这些厂销电机体的什么 这种状态 好 可是呢 虽然电脑认得零根一 但是他其实不知道 正负 还有他应用场域的意义 对不对 就是很显然 这个正号也好 负号也好 是能不能去盯出来的 在电脑来讲话 是很纯粹的去反应什么 零根一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在这个工程人员呢 就引入这个补数系统 在二远 这个二进位的系统中呢 可以去表达这个正负数 好 那 但是补数系统呢 其实呢 以二进位来讲 补数系统不是只有一套 它其实有两 两种 一个叫一补数 一个叫二补数 好 所以看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提过了 就是电脑只知道零跟一 其实但是他不知道正跟负的意思 所以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补数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为什么二补数广泛的使用 为什么不用一补数 注意到一补数不是完全被淘汰的 一补数其实都还存在的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我们说话的 此时此刻 一补数都是存在的 所以注意到 你每天用的电脑 一补数跟二补数 其实都是并存的 只是说我们绝大度说是用二补数 好 那 所以这个考量点在哪里 好 再来什么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这个 就是用数学观点去解释这个编码背后的原理 而且还去讲资讯安全 对 你没有怀错 对 你明明标题在写的叫做计算机编码 这是跟资讯安全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有关的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对不对 所以引起你的兴趣 来看吧 好 那这边特别感谢 有一个中国网友 叫做Dog250 然后他的文章很多产 所以我这个文章也是从他的这个 说的一些起吧 好 那注意到我们这边 这个笔记区隔两个词汇 一个叫做计算机 一个叫做电脑 注意到就是 对我来说 我们做翻译 我们做这些名词的解释 不应该就是说 英文一个词 然后就对应中文一个词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对 应该要看情境 那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对不对 就是我们把电脑跟人脑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计算机 是把它讲到比较抽象的东西 所以像什么呢 像图灵机 图灵机呢 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数学逻辑器 就是说在真实情况下 就是你我每天用的电脑 你我每天用的电脑 存不存在图灵机这种东西 不存在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我每天用的电脑 受到图灵机的启发 注意到这叫启发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把抽象的东西呢 叫做计算机 那具体的东西叫做电脑 所以什么叫具体呢 就是摸得到 对吧 像你手机 摸得到 不好意思敲前面这台 等一下敲一敲坏掉 就不能直播了 所以在这边文章呢 把摸得到有硬体的东西 可以透过硬体去实现东西 叫什么 叫电脑 已经做出来的东西叫电脑 但是概念上它是 概念上存在 但是在真实 也许它没有直接存在 我们就叫做计算机 现在样在区分 所以讲到这边 你大概知道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这个翻译 是可以表达很多议题的 然后而且我希望说 我们在台湾讲翻译呢 应该是更有弹性的 在对岸呢 你也知道对岸的一些文化 还有一些时空背景 所以因为毕竟那么大的国家 对有14亿的人口 这个真的很难置疑 这个可以理解 所以在那边会有些翻译 比方说某个词 比方说Render Render这个词呢 在对岸就要把它变成什么 渲染 那这你们想过一件事 Render这个词 Render 还一人低啊 你们想过这个词 这个词呢 其实它用法很多的 Render这个词 在不同的场域 比方说像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马克图温 不是写个什么 汤姆利显记 汤姆利显记 就是一开始 不是在刷那个墙壁 刷墙壁叫什么 叫Render 那如果你知道对岸的翻译 看到Render 就把它翻译成渲染 说我在渲染墙壁 屁啊 这什么鬼翻译 所以我希望我们去 思考一件事 我们在台湾 是比较有文化素养的 应该是依据不同 前进做不同翻译 所以比方说 Render a wall 对不对 就是说什么 讲这个这个 就是粉刷墙壁 对不对 所以Render那时候 要翻译成什么 粉刷 然后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资料库里面也可以Render 对不对 你有没有听错 资料库里面也可以Render 不信你自己去查 Render a database 对不对 帅吧 好 那所以呢 你如果知道对岸的翻译 叫什么 渲染资料库的栏位 搞屁啊 这是什么鬼翻译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 针对资料库特地难为 好 给予忠实的呈现 对不对 好 你看 不觉得这个翻译像样多了 看起来像汉语 对不对 好 那后来 所以呢 我们这边也是善用着什么 善用这个 不是善用 就是说应该是什么 做个有文化的翻译 所以我们这边就区隔 就计算机跟电脑 当然这是这篇文章的诉求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搞清楚 一个是抽象 一个是具象 好 好 现在看 第一个呢 平直觉设计的编码有什么问题 什么叫直觉 来看一下直觉 直觉是说 还记得吧 就是我挪用其中一个位元 表示正符号 所以你看 这东西看起来单纯 对不对 就是说表示我整个电脑 它是八个位元 表示一个数值 好 那所以呢 因为你需要保留一个位元 表示正符号 所以它的能够表示范围是什么 就是 呃 二的七次方 因为总共是八个位元 所以你看 一个位元是保留用在正符号 所以一个是二的七次方 好 然后呢 二的七次方减一 然后呢 这正的话呢 就是二的七次方减一 好 所以就是简单说 负的一二七 负的一二六 负的一二五 然后叮叮叮叮 到正的一二六 正的一二七 好 所以你算一下 诶 这个东西 乍看这样也是合理啊 对不对 它就是什么 二的八次方减一 好 乍看来是合理啊 对不对 就是 看起来蛮好的设计 对不对 这个呢 这样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中文翻译叫符号 跟值 对不对 就是看它的大小 然后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早期的电脑像这个IBM 7090 IBM 7090是什么电脑呢 790在哪 好 790这些大电脑 注意到不是每一台都叫790 其实画面中只有两台790 但是不要问我那个790 对啊 就注意到不是这个白一层台的790 这个只是磁带机的嘛 这个只是Storage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台790 好 这个790呢 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790呢 是全世界第一台电机体计算机 而且呢 它可以做很多运算 大型电脑的十足 在1960年代呢 这个NASA NASA这个登月计划呢 里面就用到790 所以让阿波罗11号可以成功登月呢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790 以及它后续的机种呢 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注意到呢 在IBM 7090的这个大型主机 它就是用这个编码 所以注意到这个编码它没有错 它直觉而且实际用在太空技术 对吧 你看都可以拿来什么 不是杀猪攻 都能可以来上太空 你觉得这有什么错 它本质上没什么错 但是呢因为有些缺点呢 很快就被抛弃了 第一个呢 它的电路设计很复杂 所以你想啊 我做一个值呢 这个 比方说呢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负1加上正1 负1加正1 你乍听之下 觉得好简单啊 负1加正1 你连算都不用算 都知道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0 对吧 可是呢在这边来讲话 复杂 为什么 因为我在任何数值的表示方式 都需要什么 前面的嘛 前面都要表达一个位元 所以呢 我们要特别去什么 我们在做这个数值运算的时候呢 永远都要去扫描它的符号 就是说 我最高的那个bit 很特别 我不想下去 又扫描它 所以我要去搞清楚说 它是什么 它是 表着负1 所以它前面那个bit 它会实行成1 然后呢 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正的 所以呢我觉得要搞清楚是什么 就是以负1加上正1 我就要把它对应成什么 是1减下1 1减1 那如果是负2加上1的话呢 这个东西就很复杂了 所以要做什么事呢 我要把2减掉1 然后再变成负的 就是诸词类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件事会设计到什么 会设计到 净位 还有借位 所以对应到是carry跟bro 就是说 那这样的这个 硬体的实作机制呢 很复杂 所以呢 其实它需要 加法器 需要减法器 需要符号判断器 诸诸诸诸诶 然后它还有个问题 0的表示不为1 就不是单一的方式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有正0 也可以复0 所以整件事很好 你有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今天最终显示的数值是0 就是人们看到的显示0 但是电脑内部 有可能两种方式 也就是我今天存在这个磁代 我存在磁心 注意到 磁带跟磁心不同 磁代就是顾名师 就是那种 就是這個,這叫磁帶 但是有另外一個東西叫磁心 磁心就是真的 磁心 不是這個磁心,不要搞錯了 磁心 問哪一個都對 磁心 注意到這個磁心 是這個心 然後這個磁心什麼鬼呢 磁心呢 對,不要懷疑就是這麼 這麼大顆的東西 就是這麼大顆的一個 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說用這種東西通路跟 它就是通路跟斷路去表達 所以注意到,為什麼就是像畫面中這樣子 這個有經過跟沒經過 好,那為什麼會需要磁心這種東西呢 因為大家知道 一個太空船到了宇宙就會接受宇宙射線 宇宙射線很多啦 什麼Alpha啦,Beta啦,Gamma 反正有一大堆射線 好,那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改變 改變那個 改變那個位元的排列 所以在至少在阿波羅登月計畫那個年代 1960年代 是不能把地上用的這個磁帶機直接拿到外太空的 如果把地面用的磁帶機用到外太空的 就像那個底片 你可能用過底片機嘛 比方年輕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可能自己去查 底片機如果你是拿到太陽底下對不對 就是會過曝嘛 就是那個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原本你可能顯示一個窈窕淑女對不對 但是曬了太陽就會翻臉 他可能樣貌全不改 然後 所以當時就用磁心 那問題呢 因為零的表示方法有兩種對不對 有正零也有負零 所以這導致什麼呢 導致這個設計電路對不對 設計電路時候還要考慮到什麼 就是 加震零跟減震零 加負零跟減負零 要得到什麼 原本的值 反正你看 為了這件事也要什麼 做大量比較才知道他結果是不是零 所以接著呢 就有另外一套方法 所以就這樣 就是很直觀的方法 就是非常直觀的方法 那接著會有補述系統 所以補述系統是這樣 就是說我今天有個值呢 就是比方說這個值是這樣 就是 假的43 你看到43這樣表示對不對 1 0 1 0 1 所以二進位是這樣 好 那 1補數呢 就是把這個東西呢 0的換成1 1的換成0 所以你看 就是 位元反轉 所以你看 原本是0 0 1 0 1 0 1 1 對不對 我就把那邊1 1 0 反正你知道嗎 就是把那個 每個位元把它反轉 好 所以你看 這套方法 先來看一下 不要小看 這個東西看似不起眼 但是有重大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呢 你可能 你的運算會改變了 好 那你想 這樣的東西呢 不要小看這件事 再講這 你看 我們從直觀的東西 什麼叫直觀 就是前面塞一個符號 後面塞一個值 對不對 這個叫直觀 而且直觀的東西 也是上過太空了 但是這個東西呢 什麼東西呢 就是1 就是我們表達一個數字的時候 我把它0跟1互換 就變成什麼 變成不同的這個 變成這個 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符號 所以原本是正的43變成負的43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對於這個運算是有幫助的 比方說 你看 以實進負來講 這顯然是實進負吧 實進負的253-176 這講是253-176 請問答案點多少 當然你學過心算 可能就順便打出來 但是有一種方式呢 機械方式來做的話 你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呢 先在這中間 你看 這是253-176在這裡 對不對 176在這裡 我先在裡面呢 穿插一個999 就是前面加一個999 後面剪掉999 所以注意到 我在過程中呢 前面先加999 後面剪掉999 好 這東西好玩 因為999 剪掉任何 任何三 就同樣是三經位的數值 999已經是三經位裡面 最大的 對吧 那不是三位經位 三位數 三位數最大的 叫999 對不對 那所以我剪那個東西都怎樣 就一定可以剪吧 所以999-176 你瞬間就知道答案 對不對 就是 8 2 3 好 那這個 你從左邊開始算 或是從右邊開始算 反正你一定知道 因為它不用涉及到什麼借位之類的 你不用管 好 那 所以好玩的地方在哪裡呢 所以呢 這件事呢 就變成什麼 就是253加上什麼 這就是剛剛的答案 8 2 3 所以這相當於什麼 253加上 823 好 然後再加什麼 再加999 好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借位呢 就很單純 對不對 你以前借位呢 變成一個什麼 你原本借位很難做啊 對不對 你要每個位數去處理 對不對 還記得以前做減法 對不對 你以前要把各位數 十位數百位數 千位數萬位數 那如果你會 整個數字變大了 你知道嗎 各位數十位數百位數千位數萬位數 那邊也是算 對 以這個例子來講話 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邊的意義在哪裡 它每一個位數處理 都是各自不相關的 好 所以呢 我把這個負的這個值 什麼負的值呢 我把負的176 轉化成另外一個數 變成什麼數 叫999-176 因為999-176 這個東西在 尤其在電路的表示 至少在人眼的表示 它是非常輕鬆的 像剛剛講的 它不管從左邊看的減 跟右邊看的減 因為它每一個位數 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可以用很單純的電路做出來 你可以用 同個時間開始執行 對不對 比方說有人專門看左邊的 有人專門看右邊的 有人專門看中間的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把一件事呢 我把這個999-176 稱為叫什麼呢 稱為叫做 9的補數 注意到不是10的補數 是9的補數 注意到這一撇要撇在哪裡 要撇在這裡 9的補數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原本有176 但是呢 如果我可以先算出什麼 176的9的補數 也就是999-176 因為這個好算嘛 這個東西好算 那我把這個好算的東西 帶進來 所以你看 我原本是減法會變成什麼 變成加法 所以你看 原本呢 再講一次 原本在 憑直覺設計 符號與值的表示法 你要設計加法器 要設計減法器 要設計符號判斷式 但是在一二補數系統來講話呢 我可以很輕易的 把減法全部轉換成加法 怎麼做呢 就是找出一個補數系統 好 所以大概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轉化減法為加法 所以你很顯然 你偷一的補數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看出它的優點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電路設計就單純不多了 你不用去考慮正負號 或是考慮到絕對值 對不對 你只要幹嘛 你只要它對應的補數系統 就可以知道什麼 就是 就可以很容易把這個減法 轉換成加法 所以不管證數跟負數加法都是一樣運算 那我不用去特別判斷符號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是什麼 顯然就少掉減法器的電路 少掉判斷證負號的電路 然後呢 你只需要一個什麼 反向器就可以把加法改成 兼顧加法跟減法的電路 可是呢 這個東西呢 缺點 還是要繼續探討 它一定有缺點嘛 沒有缺點的話 怎麼會有二的補數 對不對 好 這個顯然的缺點是什麼呢 一樣 0的方式不唯一 對不對 0呢有兩種編碼 對不對 就是有什麼 0000跟111 就是兩種編碼 好 然後呢 這個注意到呢 1補數系統 在1960代的導電腦 就發生了 那你知道 1960代很重要 1960代有什麼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Arbor登月計畫 對不對 就是1969年 人類正式登 登入月球 但是在這之前 人類就做很多事 就是說科學發展不是 一觸可擊的 其實有很多失敗 有非常多不成功的事情 那總之你發現什麼 1960代發生的事情太多了 像畫面中看到了 什麼 冷戰 太空軍備競賽 不管是蘇聯 還是美國 當然其他國家也是 也不是省油的燈 包括說中國 中國也在那個時期 1960代也在幹嘛 發展原子彈 好 總之呢 這個過程中發展非常多事 不然說這個電腦網絡層的那個什麼 澎湖發展 好 然後像這個Linus Tovas Linus Kernel的創始人 Linus Tovas 他也是在1969年出生 就是1960代發生非常多事 但是注意到一定是 就像我昨天告訴各位 一補數系統呢 用在1960代老式電腦 好 那而且呢 1969年 APA內 APA內 就是網際網路 也是所謂的 Internet的前身 就發展了 好 所以注意到呢 網際網路 它的數值表是很有趣 就是IPv4 IPv4跟ICMP UDP 它是什麼呢 它是16位 加上什麼 一補數 所以就是這樣 它的這個Checksound 這個演算法呢 它是採用一補數系統 也就是說 我今天這個 有一個 還記得剛剛前那個 43那個例子吧 對不對 這個43 所以這個43呢 正的43呢 編碼成00101011 那負的43呢 就編碼成什麼 就是編碼成這個 11 01 01 00 這個就是什麼 一補數的系統 好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所以為什麼剛才一直強調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一補數跟二補數都存在 為什麼 因為Internet 你的電腦有上網 至少 你現在 看這個直播 看這個講座的當下 你就是顯然用了Internet Internet裡面 裡面就有一補數的什麼 Check Sound 那這些演算背後呢 它用的系統就是一補數 為什麼要是用一補數呢 因為要向下相容 相容於1960代 通行的一補數系統 好 但是一補數系統顯然還有這個缺點 對吧 所以後面呢 就發展二補數 好 所以注意到呢 一補數跟二補數呢 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說 其實一補數已經是 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對不對 還記得嗎 剛才突破就是 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區分 正負號 這個絕對值 而且呢我的電路 電路也可以設計上單很多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一直到今天 網際網路 背後 用的這個系統呢 還是什麼 一補數的Check Sound 好 那接著我們來探討二補數 注意到 如果你抽到 就是記說 二補數跟一補數怎麼去 轉換 那你的思路 你就很難再提升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要回到什麼 抽象 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抽象呢 就是包含說這個 無窮大 虛數這些數 這些數呢 基本上它就是 無窮大吧 然後 像虛數這個 其實這個難的地方是什麼 這是數學上的概念 我們這些數學上的概念 要怎麼把它 對應到這個電腦 我們知道電腦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有限制範圍的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講這些 這些時數啦 講這些虛數 這是事實上數學的概念 但是我們往往呢 我們電腦是什麼 我們電腦其實很像下面一張圖 對不對 像什麼 像時鐘這個東西 你看時鐘 我在怎麼表達 對不對 我時針 分針 秒針 我不管怎麼表達 它是有限制的啊 秒針一次就動一秒 那時針 分針 也是有類似的現象 對不對 就是 我繞再多圈 我永遠能夠表達的數值就是 就是這麼少 對不對 你看 像這邊來講話 就是 如果現在是九點 那我加四個小時呢 它不是十三點 對不對 我轉一轉又變什麼 又變成一了 所以你可以剛才講話呢 我們的電腦就像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它其實它本質上它是有限制的 所以這樣的算數呢 我們就叫 Module Arithmetic 就是說其實它是什麼 就是 中文叫什麼 磨算數 所以你會發現說 電腦其實像這樣 就是 它是有它的範圍的 算我在真實情況下呢 你可以想像說 像 我們要想表達的東西像什麼 Sine Cosine 對不對 我要表達數值呢 變化可能很多元 但是 我永遠有效的範圍就是這麼窄 你看 SineCosine 不管代表的數值 你會發現 其實它是有範圍的 然後 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還記得前面講的那些 數學概念 有講到什麼 有反元素 跟元素 有單位元 剛剛還講過 阿貝爾群 就是它有什麼 這些所謂的交換率 然後 你會發現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先設計一個什麼 設計一個系統 設計一個數字系統 注意到我們 你講系統 重新思考一下 系統概念 系統這個概念的這個詞呢 我想很多人第一次看到 系統這個概念 是什麼時候看到的 可能在國中的理化 國中的理化 會講到什麼 比方說講一個自由落體 講一個說 你去推 推一個車子 對 推一個這樣的東西 你看 像這邊來講 然後我推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呃 鋁箔包 不是一個飲料罐 那 我這個飲料罐裡面呢 顧名思義它的飲料罐 所以它就不是只是一個罐子 它裡面有飲料 對不對 所以我在推動這個飲料罐的時候 請問飲料會不會移動 會 但是 我需不需要把水 還有這個紙 甚至裡面有鋁箔 對不對 我需不需要各自去討論 不需要 我把它當作怎樣 一整體 像我們這樣稱為 叫系統 好 所以再講一次 我要探討的東西 殼多了對不對 我在推動過程中 這個外面的殼會動 裡面的水會動 那請問裡面的空氣會不會動 廢話當然也會動 會有氣泡啊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認真思考 你要想的東西可多了對不對 你如果再想進去 會有什麼微生物啊 什麼對不對 再想下去會頭會爆炸 但是 物理告訴你什麼 你今天 國中 中學時候的學的理化 物理告訴你這件事 就把它當作一整體 所以我只要設計一個東西 就是 內部的整體 跟外部的整體 不會相互影響 所以你看 這個水 這個水不管怎麼樣 在一定的程度下 不管怎麼搖晃 是跟外界不管 當然搖晃太嚴重 水倒出來 然後讓我的電腦弄受潮 這是兩碼的事 就是說 我只要確保說 在一定的範圍內 不要亂看 我左邊右 裡面的變化 跟外界變化是無關 把這東西當成一個系統 統理 我們今天設計一個 這樣的數值系統的時候 為什麼強調這個東西 叫數值系統 因為關鍵在哪 關鍵在說 我們其實是把 編碼 還有它的意義 把它獨立開來 比方說像很多亞洲的居民 都有這種 都可以知道一種編碼 比方說 你應該很熟悉吧 我不知道你熟不熟悉 至少我在學校是很熟悉的 你知道在學校 一定要寫 民國幾年 比方說你寫 2019 就要把它換成108 為什麼2019 要換成108 你懂嗎 我們要愛國 中華民國只有一個 中國不知道有幾個 但是中華民國只有一個 這是顯然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身處在中華民國 當然要用中華民國紀念 但是你看 好了 用什麼呢 因為中華民國紀念 只能在中華民國用 在中國不能用 應該是吧 我不曉得國民黨那些人怎麼表達 那就是說 中華民國紀念 顯然只能在台灣這個島 台澎金 有效範圍用 在其他地方完全不能用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 講民國108年 是我們在台灣講的 但是我儲存的時候 不能直接這樣子儲存 因為會有問題 拿到某些地方會出事的 所以我就把它編碼 編碼編成2019 好 所以你看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件事呢 再講一次 民國108年等於2019 公元的2019年 這就是編碼 所以你看 我這個編碼是有特定意義的 是有特定需求的 可是一旦編碼存 建立之後呢 就好做了 你看到 2019 2018 2017 對不對 各個都差一年 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去 做這個運算 所以你不管呢 原始是什麼 比方說什麼 日本啊 什麼令和元年 對不對 或是什麼 泰國利 什麼韓國利 那北韓有個很high的東西 北韓叫主體 主體70年 主體70年就等於1981 你會發現這個主體呢 就跟中華民國是怎樣 是一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巧合 你看 就是北韓政權 跟那個中華民國政權的那個起點 竟然是一樣的 神奇吧 好 那總之你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我們設計這樣的編碼 它是什麼 它是符合人們期待的 它不需要特別的道理 但是編碼 需要幾個位元 編碼需要多大空間 編碼呢 它的效率 是我們要在意的 所以我們把那個區格兩個 一個叫編碼的意義 編碼意義 只要人開心 人看得懂 然後不要出事 比方說 你不應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講 民國108點不行 你只能講到民國38年 你不能講民國39年 因為他們認定民國39年 中華民國就消失了 所以你可以講民國元年 民國2年 民國3年 民國38年 但是不能講民國39年 然後你也不能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年 不行這不行 你要講什麼 1949年 好 那這個就叫什麼 這就叫編碼 所以你看任何編碼都是有現實實際意義的 那這真的是跟數學純粹跟自我解釋是怎樣 是有出路的 注意到這個概念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我們再回來 剛才有個網友問到一個很好問題 就是說 注意到就是說 GCC其實是 有很多歷史的因素 你不應該把他當作黑盒子 就我的認知 我們不應該把GCC這種編碼器當作黑盒子看待 其他程式員也許可以 但西元絕對不行 好 再想一下西元發展來幹嘛 西元開發出來就是為了開發作業系統 那作業系統就需要對整個電腦架構有充分的認知 對吧 你去思考一件事吧 假設你今天 你今天去感冒的時候 對不對 你感冒的時候去看醫生 那醫生呢 你會看到說 從頭到尾就在敲鍵盤 對不對 然後問候說 喉嚨會不會痛啊 喉嚨會不會癢啊 咳了幾次啊 然後開始敲鍵盤 敲鍵盤說去領藥 對不對 那你想 那這樣子 我也會啊對不對 我就是敲鍵盤 我就是就可以當醫生了 對不對 你如果照報紙這樣想吧 就糟糕了對不對 醫生之所以可以通過他的訓練 是有很多漫長的路 對不對 還有幫國家考試 所以你看到的醫生問診 只是一個形式 醫生最終呢 一個合格的醫生 要兼負責起那個責任 對不對 雖然多數的時候呢 都是做很瑣碎的事 但是關鍵實習是很重要 好 回到這個網友問的問題啊 他說這個 提到這個 GCC案的架構 像這個RNT呢 到底是被認定是有號還是無號 這個東西怎麼來啊 那你可以找一下 這個 你可以加這個關鍵詞 onlinux onlinux onlinux的這個FAQ 然後呢 注意到的就是說 比方說你看 考慮一下這段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呢 是這樣子寫對不對 你會看到說這個 這個 喔 剛才講錯了 別打我 就是 那個 CHAR 然後 CHAR這個東西呢 比較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它是 它也可以被當為一種integer 就是 注意到 在C元的規格這個很有趣 這個 CHAR這個東西呢 你會認為它是一個字元 但是呢 對於C元的標準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一種整數的表示 所以也就是說 CHAR也好 int也好 long也好 它其實都是整數 只是呢 它整數呢可能有不同的寬度 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東西關鍵在哪裡呢 你看這段程式很好玩 就是說 比如說 我把-1 指派到什麼 指派到這個CHAR裡面 好 然後這個CHAR這個很有趣啊 你看喔 這邊 這個CHAR呢 它是怎麼 它是 在這個 在編輯器來講的話 到底把它解讀成是 有號的這個 有 有號數還是無號數呢 是否有影響 好 所以這邊來講話呢 在C元的標準來講的話 它其實沒有跟你講出這個東西 好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 CHAR到底是有號還是無號 這個怎樣 這是沒有定義的 同理 rnt這個東西也是可以這樣 也是可以定義的 編輯器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這個 也是可以規範的 好 所以整件事呢 就在於什麼呢 在 在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一段 就是說 這個是這樣 就是說 早期在昂的那個 硬體上呢 其實當時搭配的這個 託證 會把CHAR 把它怎麼 把它指派成 Unsign 好 那 而且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昂的應用呢 絕對不是只有用在手機 包含說你家的電視 甚至以前有個東西叫什麼 昂PC 對表懷疑就昂的PC 其實在1980代的 19..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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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忘記哪一年了 我想一下 RiskOS 有一種東西叫 RiskOS 那其實這個 riskOS 是開發給�架構 而且這個動作,是用途是什麼 這個動作的用途 就是用在個人電腦上 所以你可以 你現在可以 Totano 那個riskOS 跑起帶來大概這樣 所以注意到 它就是一個桌面用的船 έ系統 所以注意到,以前的ON是可以拿來當PC的 它的確存在,而且一直到今天都還有人用 所以注意到,當時早期的ON的電腦上 它的拖劃會把CHAR解譯成 解譯成onsign 同理,它的INT也是可以被設定的 所以當時的設定也是 設定成onsign 所以這時候就有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因為拖劃就可能要向下相容 所以遇到這個事怎麼辦呢?你可以這樣寫 gccfsign 你可以指定用這個 我強制把CHAR,指派成有號 所以注意一下,直接講這個 好,再繼續 所以 好,所以我們剛才講到編碼 那這個編碼呢,就是 所以注意到,編碼呢 都是有它的現實意義的 好,那這個現實意義呢 跟我們要處理的議題呢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好,那我們剛才探討的是說 從1補數到2補數 其實它的這個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叫什麼? 叫overflow 異位 overflow 好 好,所以比方說呢,你看喔 就是說因為這個 比方說像這個 像這個 複數 假設你今天從-1開始規劃 -1加1是0嘛 對 那1的 2進位編碼是什麼? 是 是什麼? 是這個 00001 好,那你好奇啊 那請問-1是什麼東西呢? 好,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1呢 因為要什麼? 要符合剛剛2進位的加法規則嗎? 像x加上這個這個值 結果會等於0000 好,對不對?還記得這個 這個是什麼? 講什麼概念 單位圓 單位圓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個值呢 架起來要是 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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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0 所以你看喔 一個x加上00001 要變成什麼? 要變成一對0 那這個值呢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是1 好,為什麼? 因為符 符合就會進位吧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可是這個好玩呢 原本是8個位圓的1 加完之後呢 變成什麼? 變成9個位圓的1 所以它其實 其實 再講一次喔 我原本的是8個位圓 對吧? 但是我做這個運算之後呢 其實它 加完之後其實變9個位圓 那也就是說超過一個超過8個bit表示的範圍 好,沒關係 我就把最高位去掉 好,所以你看喔 整件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件事又跟剛才講的那個時鐘 這個很像,對不對? 就是說,你想到我這個有8個位圓 就像這個時鐘一樣好了 就是 12345678 那8個超過之後呢 對不起 就過去了 就像這個0 現在一樣好了 到了0點 1點 2點 3點 4點 然後你在這邊11點 12點 那後面呢 又變成什麼? 又拖回去就1點了 好,然後呢 真的呢 好,那底下就講這些什麼? 講這些編碼 還有這個阿貝爾群 這個細節我們不探討 所以當然要特別注意到 就是我們今天有兩種東西要特別搞清楚 一個叫 Module Module Operation 這個中文叫做摩除 那另外一個叫餘數 就是很多人會把Module Operation 跟這個取餘數搞錯 這個東西呢 很麻煩 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作答 這很難 其實跟西元規格有關 你看 C90跟C++98 就是很傳統的編編器 不管是C元 C++很傳統的編編器 這個東西 注意到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operator 它是什麼? 跟石座有關 那 DIV 注意到 在西元跟C++裡面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保留字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是 這個是 不是保留字 就是說 這個東西已經被定義過了 所以你不能隨便寫個DIV 因為這已經有定義了 好 然後呢 所以你看 你看 這個東西 這個跟石座有關 顧名思義就是 不同編編器 不同執行環境 會有不同結果 那DIV呢 以被除塑 什麼叫被除塑 排在前面叫被除塑 那依據被除塑的政府號來決定 然後呢 到了C99的時候 或是對應到C++11的時候 也就是 一個是1999年 一個是2011年 那 這兩個東西呢 都依據被除塑的政府號來決定 它的 輸出結果 所以注意到 所以 你 當你被人家問到這個問題 問他說 負五 跟三 做什麼? 做這個 磨除運算 答案等於多少 注意到 那你就要問他 請問 你依據的C語言規格是哪一版 還沒完 如果你可以告訴我 C語言規格的話 你要順便告訴我 你用哪一版的 Visual Studio Compiler 你要用哪一版的GCC Compiler 你還要告訴我 你不能說 我用GCC 你要說 請問是2.7 2.95 2.96 3.0 3.5 注意到 GCC是有3.5的 沒有正式發佈的 3.5 3.5的行為 跟4.4是不一樣的 所以 諸如此類的 你知道有的時候 你懂嗎? 台灣的面試很 GY 對不對? 你總是會有些人 自以為 學到一點東西 然後就拿 拿那一點點東西 沾沾之寫去考別人 對不對? 但是忘記別人 可能是某某標準的自訂者 對不對? 你懂嗎? 所以有時候要演戲 所以注意到 你說這東西有什麼關鍵? 這地方關鍵 跟素食處理有很大關係 因為最佳化的編譯器 注意到 在21世紀 編譯器如果不能做最佳化 基本上就跟垃圾沒有兩樣 所以注意到 一個 在20年前 30年前 沒有 不是30年前 在40年前 沒有做最佳化的編譯器 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從這個世紀開始 對不起 他沒辦法做最佳化 連個玩具都算不上 所以 在最佳化編譯器 他肯會做某些操作 什麼操作呢? 表示你考慮這個狀況 如果你對2的N次方做module operation 其實有一個快速解 這個快速解就是 2的N次方-1 之後對X做N的運算 好 這個是 當X是正整數的時候 是可以做這件事的 好 可是問題來 這個東西是怎麼 X是正整數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好 但是呢 對於其他的這個 X如果是不同的 不同的 什麼 它是 它是 負值 就是負的值就不存在 好 那可是問題來 一個值呢 它 正 它是有號數跟五號數 往往是什麼 跟它放在哪裡有關 還記得前面講的東西吧 前面講什麼 前面講到那個 講到什麼呢 講到這個例子吧 看一下 講到什麼例子 這個 對不對 你看到 這個例子很好玩對不對 你擺在這裡的時候呢 變成五號數 擺在這裡的時候呢 變有號數帥吧 所以 你懂嗎 問題吧 直接是問題可大了 好 所以這個 這個例子呢 其實是怎麼 這個東西呢 因為 一個數值不是我宣告成 有號數 宣告成五號數 它永遠就會變 就會 就不會變更 他往往 他決定怎麼 擺在哪裡 而且呢 這東西怎麼 在西元裡面還仰賴什麼 被除數的正負來 決定最終 module operation 所以這樣的一個 什麼這樣的一個 最佳話呢 其實往往是不再適用的 所以你看 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很好玩 如果你把左邊這個地方 改寫成右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很好玩 好 就是這個 在這個 and的運算 這個 and的operator 你是不是可以左右可以對調 對不對 就是你把2的n-1 把它擺在左邊 跟擺在右邊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對吧 因為這是and 你不管它的順序 但是呢 在這個西元的講話呢 它是因為剛剛提到 在這個C99 它會其實怎樣 從這開始呢 會仰賴被除數 也就是說 被除數的正負號 會決定它的結果 好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 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說 事實上呢 西元的標準 它不是只是解釋 我該用一補數 二補數 數值的範圍 那麼簡單而已 它需要定義 一系列的東西 好 所以你看到 這東西帥吧 所以注意到 再講一次 在西元來講的話 CHAR shode Integer Integer Long Integer 或是什麼 Long Long Integer 這些東西呢 本質上 它都是一種整數 甚至更 全面的說法是什麼 在西元來講的話 絕大多數都是 都是數值 只是說我怎麼去解讀它而已 你可不可以把一個Double 把它轉成Integer 可以 你可以把Long轉成Integer 可以 你也可以把Integer 把它轉型轉 強制轉型轉成Double 可不可以 可以 西元讓你這樣做 但是不代表 結果是符合你預期的 這是兩碼的事 就是說你要了解這個東西怎麼排列 總之 西元 讓你 讓你 成為什麼 電腦的主人 那你自己要成為電腦主人 你要做一些怪事 西元不管你 對不對 所以你硬要對某一個什麼 某一個 無效的機體地址 去做Derifference 對不對 就是你把一個指標 硬要把它解出來 可不可以 西元不限制你 但是執行時期會出錯 好 回來看這邊來講話 在西元的規格數 5.2.4.2.1 這一節 就講什麼 講這個Integer Types 的大小 所以注意一下 再講一次 CHAR 它就是一種 integer 所以注意一下 不是寫成int才叫integer 通理 我們講論 也是integer 只是它長度不同 所以注意一下 CHAR 就是一個 corrector 它就是一種 integer 那順便我就開始定義 一個corrector 它需要幾個bits 好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是這個 scorrector scorrector 就是這個 sine corrector 這是最小的 這個大小 然後另外是什麼 就是sinecorrector 一個最大的大小 好 所以這邊來講話 你看到 常見組合 注意到什麼叫常見組合 常見組合就是 你每天用電腦 有很多就是常見組合 一般來說 你如果說電腦 是執行這個什麼 執行Windows Linus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你看到 這邊來講話 就是 我們就會定義 這個corrector 是 它是有八個bit 然後這邊 corrector 最小 就是有號的 這個corrector 最小 可以到-128 好 那有號 有號的最大 是127 所以看到 負的東西 會比正的多 所以會多一個 然後呢 如果你把底下 這個圓拿出來 你可能需要縮小一點 因為這個圓還蠻大的 然後你會發現 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這個圓 的拼接 就會繞了一圈 那你自己看一下 好 所以你看到一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呢 把這個什麼 編碼的意義 還有編碼 所表示的 就是 一個是編碼的意義 一個是編碼的方法 我們把它拆開來 好 意義就是說 比方說 我把這個民國108年 把它推移到2019 這就是編碼的意義 因為你知道這個東西 很重要對不對 比方說 你就要 比方說你在台灣 你台灣領了什麼 你這個 去勞保健保的時候 就是這個 我們很好用的東西 要健保 全民健保 全民健保 趕走 公元2019 很自然的轉換 這個叫做什麼 這叫做E 但是呢 我們在編碼的時候 就是編成什麼 編成剛剛講的雷娜E 這樣的序列 好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講這些編碼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什麼 叫做Offflow 我們其實一開始 剛才就有講到這個Offflow 那Offflow 非常之重要 Offflow不是說 IntegerOffflow 會導致軟體缺失 不是這麼直接的一個結論 但是你要知道是什麼 Offflow 讓很多事可以變得可行 比方說 乘法 這個乘法就好玩了 你看到 就是 3乘2 對不對 3乘2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 就是 假設 你從這邊開始 怎麼樣 移動一個 叫1 移動2格 叫2 移動3格叫3 那什麼叫3乘2 3乘2就是 移動3格 又移動3格 所以我從 相當於從0 移動到6 你說啊 這個叫廢話 好 那請問 -2乘以4 是什麼概念 你看到 負2什麼概念 負2就是從這裡反過來 一個是這樣子轉 一個是這樣轉 所以負2是這樣 這個負2在這裡 對不對 那移動4個 所以移動4次 一次是2 所以下一次是4 然後6 8 所以就叫什麼 負8 好 那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也簡單 對不對 那 請問 負1乘負1什麼東西呢 你看到這個東西好玩 以前我們在介紹負1乘負1 現在先背一個神奇的東西叫什麼 叫負負得證 對不對 你想 負負得證這個東西超級無敵批難的 你有小孩的朋友都知道嗎 你要怎麼跟你小孩解釋 講負負得證 對不對 除了叫小孩子背下來以外 你有辦法當場解釋什麼叫負負得證嗎 你有辦法在5分鐘內解釋什麼叫負負得證嗎 這件事不容易 你自己想想看 你以前怎麼學負負得證 不就是背嗎 不就是長大就知道嗎 但你想想看你現在幾歲了 你了解嗎 對不對 你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問一下以前的國小老師 對不對 你說你叫我背 你真的懂什麼叫負負得證嗎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好玩的地方是說 在電腦來講的話 在惡補數的系統完全不需要背 負負得證這件事 好看什麼叫做負一乘負一呢 我就把它打到的惡補數的系統把它表達出來之後 那因為這個算完之後呢 會整啊 會overload 所以前面這個東西都是overload 那最後呢就會得到什麼 最後會得到 整一 帥氣吧 所以你看 原本呢 在講一次 我把負一跟負一把它表示成惡補數系統 那乘完之後呢 每一個位員做完這個乘法之後呢 可能會得到這個東西 那前面這個項目都是什麼 offload 所以 offload 讓我們 把負負得證的概念 不需要用背的 但是可以怎樣 去把時間出來 所以你想 所以你發生什麼事情 編碼的 系統很重要 所以你反過來思考 這個東西呢 在一補數系統 成不成立 你可以 就是回去想一下這個議題 好 所以你可以發揮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負得證的這件事 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有空去看一下底下這兩篇文章 其實一定可以去思考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講了什麼 加法跟乘法 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這個 對應到這個 圓環跟offload 然後呢 那這時候呢 這個群的概念就很重要了 你看 二補數跟一補數 其實就是這個 這邊的差別 還記得剛剛講一補數 對不對 一補數呢 我們講什麼 一補數呢 還是有一個缺點 對不對 缺點呢 就是 0的表示法不為1 好 所以呢 0呢 有可能有什麼 正0跟負0 但是呢 二補數呢 完全克服這件事 因為二補數用 新的 也不是新的 就是用數學模型 要用剛剛那種 抽象代數的方式 重新去解析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他就克服剛剛那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有正0跟負0 所以你看 這個 這個 二補數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哪裡呢 就是說這個0 所以你看 以這邊來講話呢 這個 存在 就是在這個群裡面 那就一定存在一個 存在一個-x 使它相加之後 會得到 會得到0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東西呢 之所以可以存在呢 注意到也是透過剛剛講的 他的那個 剛剛那個 offroll 所以你看 以這個-1加1來講的話 1的編碼是這個 好 那所以呢 你要想讓這個-1的編碼 跟那個1加起來 會要等於這個000 好 就是 所以什麼 所以就是 你不用管那個什麼 管外面有多少個 多少個 就是 它前面有幾個bit 你不用管這件事 你只要怎麼管它裡面 我們能夠表達有效的 大家可不可以 就夠了 好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 這個東西有趣 好 你如果繼續看 你會發現 1補數跟2補數 它還是有一些玄機 玄機在哪 1補數的英文寫法在這裡 好 注意到這個 這個寫法在這裡 這個撇號 你們注意到這個撇號 撇號呢是在S後面 好 但是2補數呢 撇號在哪裡 在S前面 你想說 這麼無聊是有什麼好注意的 這個東西很有趣 2補數呢 是這個 2的補數 然後呢 1補數呢 1補數是什麼呢 是什麼 是一堆1的補數 再講一次 這個東西很神奇 這個是一堆1嘛 對不對 一堆1才叫once 就是有好幾個1 所以好幾個1的補數 所以它的皮也要皮在這裡 那2的補數是什麼 2的補數 所以是2 它的補數 好 那所以呢要搞清楚這個東西 所以1補數是什麼呢 是對1求補數 所以這邊講的1呢 是好多個1 就是說 你可以用 你可以有一個1 也可以有兩個1 三個1 當然你可以有0個1 注意到0個1是個特例 那所以呢就是說 有限位數構成的數值能表達範圍 所以這個1補數是講到once 然後呢 所以注意到皮好 那2補數呢 講的是什麼 是對2求補數 對2求補數 就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容積 講的是前面講的那個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運算 那當然對這個 1位元的這個2進位數來講的話 就是0跟1的這個狀態 對不對 好然後 這邊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那這個東西對這個 這樣的編碼呢 其實它可以讓我們 跟加減 加減法的電路又可以更簡化 好 你要注意到 我們前面講到1補數的系統 已經對這個加減法的電路 有影響了 好 那這2補數又可以再簡化 好 這底下請你看一下這個 這部分描述 這邊我們剛剛寫的超級好 你一定要 一定要看好 你會發現 腦洞打開 好 所以就是說 希望我們講到這邊 各位呢 真的要有個認知 就是說 我們今天學這些東西 有一部分當然會有些背誦存在 但是 背誦之後呢 一定有些是一些什麼 一些是可以連貫的 就是這些這些 連貫一起 這才是更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好 否則如果說我們只是要拼一個 你懂嗎 如果從頭到尾只是要拼一個記憶 對不對 就記一個東西 記多記少 對不對 那我們有維基百科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就只要能夠拿出手機來 而且其實說真的 大家認真思考這一題 在21世紀 社會主也好 自然主也好 文主也好 理主也好 真的有差別嗎 我就不覺得有差別 對不對 只要 只要你有手機 有網 能夠上網 文主跟理主的落差真的很小 對不對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之所以 像我們學這個理工的 之所以可以覺得自己好像不差 是因為什麼 我們有這個資訊落差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 你跟一個文主的人說 黎曼極數 黎曼極數是什麼 是黎麥嗎 還是黎麥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對不對 現在拿出什麼 拿出手機來啊 他說什麼是黎曼極數 對不對 立刻就告訴你了 所以你會發現 文主跟理主真的沒有什麼差別 而且人家呢 用好聽的聲音 清脆的聲音 清晰的咬字 把這個什麼 維基百科的東西 念過一次 對不對 那別人還會聽得很開心 對不對 你這個死阿仔聽 講了這個不清不楚的東西 對不對 人家聽得就不開心 對不對 看到你這個什麼鳥樣就不想講 我講過自己啦 所以就是說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文主跟理主 在這個21世紀 真的沒什麼差別 所以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這些學習呢 一定會覺得背重成分在 但是我們要更做 是說這些背後的 背後的這個 關聯在哪裡 當然這些維基百科啦 這些網路上的材料 很多地方 大家都告訴你的觀點 你可能下一次又把它記下來 但是其實更難的地方是什麼 找到它什麼 找到更深執的觀念 反正就是總之就是 現有才能怎麼去消化 就是說你想這個怎麼 這個人工智慧也在做一樣事 對不對 就是說 它就分好多不同的layer 不同的convolution 但是其實我們人們學習呢 就是去想更多議題 對不對 你想人的需求 能去定義的事情 很多事情 人工智慧不能取代 就是人會定義一些事 人會去規範某些事 規則是能定的 那怎麼執行是電腦執行的 所以程式設計師的價值在哪裡 就是說 讓人們所規範的事可以被執行 這是程式設計師的價值 那回到這邊來講話 各位來思考一下 思考什麼事情呢 所以你看到 以這個惡補數的系統來講話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趣的地方是說 然後呢 這個 我的數值編碼 不用區分正負號 就是它就可以做出一個什麼 封閉的R-Beach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的有趣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這個概念呢 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設計這個指令 我今天講的指令是什麼 是講這個CPU的指令 也就是說 像那個Isa Isa是什麼說起來呢 Instrusting State Architecture 就是我們今天講這個 這個什麼 處理器的這個指令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想 我設計一個處理器 對不對 就是假設你有機會 假設你有機會去設計一個全新的CPU 或者去改善 假設你今天加入Intel 加入 就是加入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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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Andis 我們一定要特別強調一下 這個Andis 是那個 生活的勞動家 一定要講一下 這個Andis是什麼 是那個 精心科技 那精心科技的是亞洲唯一呢 以設計CPU 為什麼 為主要的這個 為主要的這個 產品的公司 然後呢 這個精心科技呢 它的四佔率 佔全球排名第五 你說你怎麼不知道這些公司 沒有關係現在知道 那今天如果你有機會 像剛才去哪些地方呢 比方說去Intel 啦 或是去台灣這個 叫Andis 台灣之光 那如果你有機會去到這個公司呢 有可能就設計什麼 設計CPU 那你在設計CPU的時候 需不需要 比方加法 有號數的加法加一套 無號數的加法加一套 有號數的減法做一套 無號數的減法做一套 Tony 加減成熟 是不是需要有號數跟無號數都做一份 然後呢 你直覺 注意到直覺 你直覺覺得 對耶 應該有號數跟無號數 每個都要有 都要各自的版本 所以你看 加點成熟 已經有四折運算了對不對 先不管那個加點成熟怎麼做 你看 加點成熟 有號數 無號數 兩種 所以你有八種排列組合 但是想想 需不需要這個 不需要 你只要能夠 讓你的什麼 讓你的群 可以建立起來 好 那你讓這個規則 它可以自圓其速的 可以自我完備的這個運作 你就不需要 針對 有號數跟無號數 分別去設計 什麼 對應的指令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事實上呢 只有在什麼 在特定的型態 就像這個intel intel x86 它就有分 就分什麼 就分這個 不同寬度 就從 從等寬的 資料搬移 那有可能從 較窄的 搬到較寬的 那或者 就是 就是從 這個 較窄到較寬 那或者說 較寬 到較窄 就是 就是類似這種 就是 看那個什麼 看你的搬移哪個部分 那你看 像這邊來講的話 就會有區分 就是針對什麼 無號整數 跟有號整數 就是它會有什麼 不同的這個 資料搬移 但是呢 扣掉這種資料搬移的 這個指令以外呢 其實就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 每一個東西都要做 所以你看 就是 所以你看 這裡 就是說 因為資料搬移的時候呢 行為會不同 所以我就要特別去 去設計 這個有號的搬移 跟無號的搬移 所以對於到 Intel的這個 CPU指令 就有 MLV ZX 跟MLV XX 這兩套指令 不知道講的嗎 自己看一下 好 那接著在下一個部分呢 就更完備了 就是 我們大概知道說 這個抽象代數 抽象的這些 概念 所以 強烈建議 如果你還是大學生 一定要去修這個 數學系開的課 叫什麼呢 就修一門科學科 叫數學討論 縮寫叫數導 這個數學討論 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這個數學討論一點都 跟你名詞沒有關的 你看這個數學討論在什麼 就是 他跟講什麼叫邏輯 然後證明的方法 然後在什麼 集合 然後什麼 relation order function 說什麼樣的東西啊 對不對 就是相信我 你一定要去修這門科 就是 絕大多數的大學都有開這門科 就是這個數學討論 數學討論是這個 數學系非常重要的課 然後 我相信呢 各位 不管是學這個 資工啦 電機啦 或是說你純粹就是 對電腦程式有興趣 如果你不去修這種 抽象的代數 抽象的這個數學的 這個想法的話 你很多東西很難去推廣 你永遠就只能 背送人家推導出來的結果 或是人家摘要出來的結果 你完全不知道他的彼此的觀點 那你很可能就淪落到 剛剛剛剛講的 就是維基百科的什麼 的閱讀者 或是維基百科的資訊的這個cache 所以就這樣 你可能沒有具備知識 你只是具備一個cache 但是你在20年 具備一個cache 是沒關係的 對不對 因為當時資料的那個聯動是很慢的 但是在21世紀 只是當做一個知識的cache 是不夠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探討什麼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 就是說這些編碼本身 它的理論依據在哪裡 然後在這邊來講話 又回到那個可愛的時鐘 所以就講時鐘的運作方式 然後講它的物理意義 然後講它的對稱軸 然後這邊就開始重新解釋阿貝爾群 解釋這個群 然後你會發現很有趣 這個群其實很多地方會出現 所以像數論 代數方程 集合 不然說密碼學 密碼學就是什麼 跟群論是大量關係的 比如說這個 加勒瓦群 好 比方說這個抽象代數 這個 加勒瓦 加勒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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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在這個密碼學 不管是講什麼橢圓曲線 這個很多啦 就是這個應用是非常廣 這個 這個東西也是什麼 抽象代數的實際應用 所以你看這個標題很有趣 就是說 在沒有學習到這個 數學導論的人之前 都會覺得抽象代數 跟實物應用式兩碼是錯 抽象代數 就是整個 不管我們講實物的應用 我們講一些想像 講一些限制 更高層次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 不是先有抽象 再有具體 其實很多時候 不然說 很多人學程式 不然說我在內 會覺得說 一個叫interface 一個叫什麼 implementation 所以總覺得 總是有什麼 總是有這個interface 再先然後再implementation 其實不是 其實往往 我們人人都是這樣 無窮 無止盡的探索 所以抽象代數偉大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他就是觀察很多現象 觀察很多東西 要能夠自遠其說 所以你看 其實數學偉大的地方 就是 平常就是一堆標準 一堆轉換表格 你永遠可能會列不完 但是我現在找出規則來 不只找出規則 我還找出一個什麼 找出一個 關聯表 對照表之外 對不對 就是說我還定義出 像剛才講的那個群 剛才講的那些操作 比方說我重新定義什麼叫假法 那有這樣的操作之後呢 我就知道它的這個 數值分布會在哪裡 甚至我還可以知道 什麼是例外 什麼是什麼 什麼是這個 特別要去關注的議題 好 所以比方說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不要講那麼懸念 來看一個實際例子 如果我們把九二乘法表縮小一下 變成一個搞一個叫四四乘法表 所以你看一得一二得四 這個五點 四四等於十六 這叫做四四乘法表 好 注意到 所以這個群是什麼 一組元素的集合 然後集合中每兩個 元素之間都符合什麼 特定的規範 好 接著我們個別元素對五取餘數 所以你看到十六 對五取餘數等於多少 就等於一 就是十六等於多少 十六等於十五加一 好 然後呢 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所以顯然呢 原本的數值你看到 一二 就很多碼 有一二三四 然後有很多值 有到十六 但是對五取餘數之後呢 所有的數值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介於 零到四之間 對五取餘數 可是呢 你會發現這個表格很有趣 這個表格呢 裡面沒看到零 帥吧 然後 所以你看到 我們對四四乘法表裡面呢 各別元素 除有取餘數 會得到這個表 那乍看之下 覺得很無聊 但是你發現什麼 神奇的地方是出現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你看到 我不管是直的數 橫的數 都會發現什麼 都會發現 有一二三四 摔吧 然後更摔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摔的地方是說 這個東西呢 若且微弱 什麼 若且微弱 N要是直數的時候 才 才什麼 N-1的那個 那個儀數表 才有這個特性 你看到 就是這個N N在什麼 N就是這個 就是 若且微弱呢 這個五是什麼 五是直數 那N-1在哪 四 所以你看到 為什麼剛才講 四四三八八兩 我們從99呢 就不行了 對不對 就是那個 那個就不是那個 所以 不要小看那件事 你說這個東西什麼鬼 這個東西就 如果你對那個密碼 學有點概念的話 這個就是什麼 廢碼小定理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剛才我們創造出來 這個什麼 四四乘法表 特別於元素 取 五 對 除以五取餘數 它其實就符合什麼 就符合一個群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邊呢 就構成一個群 然後 這個 四個元素之兩兩之間的 這個乘法 所以知道 我們這個乘法是什麼 是 先做原本你概念上的 認知上的乘法 再除以五取餘數 然後就符合什麼 剛才講的這個 封閉性 結合性 還有講這個 單位元素 還有這個反元素 好 然後呢 這個群論都是怎麼來的 其實它跟什麼 跟那個方程式有關 就是怎麼 一人二次方程式 或者更多次的方程式 有它的觀點 那底下有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媽咪叔的那個 介紹 這強烈的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看 你會發現說 哎呦原來這是家務網理論 然後底下有講一些什麼 自幻群 這個可比較 比較素人一點 但是強烈 強烈建立理理要把它看完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講那麼久呢 講那麼久呢 其實就是要讓你知道什麼 對稱的特性 那底下呢 就是講什麼 就是一補數跟二補數 它的對稱軸 這個 由對稱性推導出 一補數跟二補數之間的觀點 好 你當然可以記答案 還記得答案吧 答案就是差1嘛 對 還記得那個 以前你 你在什麼 一年級的計算力概論啊 或者高中啊 甚至國中 都有學過什麼 都有學過這個 二補數等於一補數加一這種 這種結論 但是注意到 這東西是可以推導的 而且在數學上是可以完備的解釋的 好 那講到目前為止 你會有點煩啊 說 幹嘛把這麼簡單的東西講那麼複雜 非耶 這可能是什麼 很多事可以做的啊 好 我們為什麼要搞那麼複雜呢 好 扣掉這些描述以外 我們來開始來講這個 資訊安全的應用 注意到的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剛才從編碼 跳到資訊安全 很有趣的講什麼 資訊安全你都知道 背後需要什麼 密碼學 密碼學裡面呢 其實大量需要 二補數 還有這些這些 這些 不靈邏輯 好 再講一次 你會覺得說 不靈邏輯啦 二補數啊 只是一個表達數值的方法 但是對於資訊安全來講 他所仰賴的這個密碼學 想仰賴的這些數值基礎 其實往往這樣 都是建構在剛才講的這些 二進位 那些系統之上 好 那這邊呢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是 台灣有個鋼琴家 叫做關大維 然後他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說 有沒有可能只聽鋼琴的聲音 鍵盤的聲音 知道別人打了字 你可以 稍微看一下這個什麼 看一下他的影片 他影片還蠻有趣的 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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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大維 好 然後呢 直接 直接講結論好了 今天就說 假設你今天呢 就輸什麼 P跟Q 然後這個 PQQPQ 然後呢 接著幹嘛呢 接著就是 接著就是 他就找一個程式 Github上下載一個程式 所以你們看到 這個 人家彈鋼琴也是會Github程式的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自己寫程式很了不起 我們寫程式就是來解決問題 而且是無止境的改善下去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要影響到人們的生活 這才是我們寫程式的目的 好 總之呢 就是剛才記得嗎 PQ 所以他做什麼事呢 他就去Github下載一個程式 那下載這個程式之後呢 幹嘛呢 就聽了按鍵的聲音 按鍵的聲音之後去辨識 哇 天啊 辨識16個資源 16個資源全部打出來 然後呢 接著他就 弄複雜一點 什麼PE PN 什麼鬼 好 現在去辨識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A便是12個資源 精準度呢 還到了92% 好 那去又改複雜一點 就打更長一點 所以這個什麼 他就說 其實這個如果只看錢 就是精準 因為精準度它有可能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它猜的字不是只猜一個資源 它會列出一個候選 就是說我今天有可能是S 也可能是E 也可能是R 反正就是說 我就把這個前三個都列進去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精準度很高 其實86% 你精準吧 那注意到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稱呼一下什麼 這叫做Side Channel Attack 什麼叫 就是你看到 我們剛才是 透過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關大維先生 就是我們的鋼琴家 他告訴大家什麼 就是說 我可以透過按鍵聲音的分析 拆除密碼 那為什麼這個詞呢 為什麼這個 這種攻擊手法 為什麼叫Side Channel 因為 我們的資訊是什麼 是 它不是直接拿你記憶體內容 它是 它是透過你什麼 透過你 通道以外 就是諮詢通道 如果說你直接拿記憶體內容 這顯得什麼 這是同一個圈籠 在同一個環境裡面 但是呢 如果說你只是看 這個什麼 執行加解密程式之間的時間差 加解密的過程中 既電路會有電壓變化 還有溫度 然後注意到 這個東西過去好像聽起來像天馬行空 只是有沒有可能 聽到別的按鍵 自己去看錄影 這個是做得到的 隨著電腦技術的進步 運算能力的突破 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所以side channel attack 你可以把它想成什麼 這叫旁敲側擊 就是說 你今天 要懂一個人的行為 比如說 老婆懷疑老公有些狀況 說身體狀況 不要亂想 所以就 老婆擔心 或是懷疑老公是不是有一些狀況 每天去寒暈溫暖 這可能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有時候就需要side channel attack 就看說 老公是不是有什麼體力好像不如過 不要亂想 比如說搬家 搬家以前搬得比較快 現在搬得比較慢 爬樓梯的速度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一種旁敲側擊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 比如說 一個老婆觀察一個 觀察老公搬東西 搬的東西可能差不多 你家的家具就差不多那些了 你不太可能那個家一天 我會擴充 我不是你的社會 所以你搬了 不管搬多少東西 至少一個住家來講 一個小家庭來講 搬的東西就差不多 但是耗費時間很不同 大家也猜出來 他做什麼事 比方說昨天晚上特別認真 參加這個 你所不到西元的YouTube直播 所以比較晚睡覺 所以隔天的表情比較差 不要亂想 其中有一種攻擊叫什麼 timing attack 叫做時序攻擊 所以講到目前為止 都跟那個什麼 跟數值編碼無關 但是不要懷疑 timing attack 就是一種什麼 一種side channel attack 比方說我們考慮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很無聊 對不對 你看這個程式碼在幹嘛 這個程式碼不就是做這個什麼 做這個 做這個運算嗎對不對 就是我給定兩個pointer 一個pointer叫s1 一個pointer叫s2 一個pointer叫s2 好 那假設呢 s1跟s2是兩段 兩段不同的機體位置 我先做這個假設 好 那你看這個東西呢 就是什麼 反正我就是加加 對不對 這個就是 反正我就是 你看一個是s1 一個是s2 好 我假設這兩個不會重疊 它是兩段不同的機體位置 它不重疊 那我一次呢 就動一格 對不對 你看一起s1在這裡 看著s1加1 好 那就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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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就比到什麼 它的長度 給定的長度n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 欸我這邊寫錯字了 是nmcmp 不是cpy 所以我用這樣的一個memory compare memory compare的韓式 去比較這個什麼 我可以拿來個碼 來比較使用者輸入的字串 跟什麼 存放在系統記憶體的那個 某個地方的密碼 是不是一樣 那當然要每一個 字源 都完全匹配 我才能夠讓它前進到下一關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好 所以你看 乍看自然是沒什麼問題啊 而且什麼 而且你密碼越長 就是使用者要拆 亂拆成功的機會就越低嘛 換個腳下你會覺得比較安全 可是問題來了 這東西呢 不是你密碼長就會變安全 不是 你會發現一個悲劇是什麼呢 就是你做這個memory compare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好玩 如果呢 你每次都可以在memory compare的時候 幹嘛 去記錄它耗費的時間 注意到 我們在執行過程中 精準記錄它耗費的時間 所以你看 我們假設呢 執行一下子 這個就return 當然return不是 不是return這個 就是return這個 就是我執行的時候 一下就return 所以你就知道 第一個資源不對 那另外一種狀況是什麼 我執行的時間 很久 可能我是十倍的時間 才return 一個是 一個是一倍的時間 一個是十倍的時間 所以你發現什麼事 一個是 一個什麼 一個是顯然是第一個資源 就不對了 另外一個是第一個資源 一定是對的 不然它沒辦法執行那麼久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把那個原本的排列組合是很複雜 對不對 比方說 都是小型的A到Z 原本是26乘以26乘以26乘以10次 對不對 26的10次方 哇那可大的10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現在就直接猜得出來 猜得出來 它第一個資源有沒有符合 對不對 反正你就看你執行的時間 所以注意到了 這樣的一個sidechain attack 隨著電腦運算能力的提升 其實這樣的東西的衝擊是很大的 而且像OpenSSL跟OpenSSH 這種安全導向的程式也被爆出 多次爆出timey attack 而且更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還可以透過機率分佈 然後搭配什麼呢 搭配那個 Marco Model 都不要懷疑 就是你在工程數學學過馬 馬可覆 馬可覆電 馬可覆電 還有一個東西叫HNN 就是叫Hidden Markov Model 簡單說 今天是晴天明天又是晴天大後天 是晴天的機率 然後它可以 比方說這一次的事件跟下一次的事件 這個觀念 這個東西像中文書法也是一樣 比方說我 我這個漢字 你要怎麼拼呢 你要怎麼拼寫 就是WO我 對不對 三稱我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我後面加悶 我後面加的 這個機率就高很多對不對 但是我呢 通常後面不會加1 加2 對不對 我1 我2 這樣機會就比較少 但是有時候會說 我一定 對不對 但是我2 就很奇怪 對不對 我2 就是我2 我3 我4 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奇怪 就是這樣機率 所以你看到 原本我 跟3 123 這些東西呢 都是獨立的東西 但是 已經有出現了我 後面出現什麼 同理 密碼也是一樣 假設前面是ABC 那後面會不會還是ABC呢 這樣機率很低 但是ABC後面加DEFG 這ABC後面加123 也許它機率比較高 好 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東西呢 其實這一系列 side channel attack 用這些Attack 來達成什麼 達成這個 達成這個 攻擊什麼 攻擊這個 就是攻擊手機 那取得這 RSA Private Key 當然有RSA Private Key 可以做好多事 這件事呢 也被證實 是可行的 好 那講到目前為止 請你知道一件事 我們講的 資訊安全是很多層面的 不是說你的密碼 比較長就比較安全 這個 說真的 對駭客來講 可能沒什麼差別 因為 對駭客來講 現在在追求是一個 通用的手法 所以也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人為言輕 所以我自己的資訊安全不重要 你的資訊安全 你的個資也許不值錢 但是你有朋友吧 你有親人吧 而且你可能有老師吧 對不對 所以你把你的老師 把你的親人什麼的資訊 曝露出去 建構這麼大的網路 對不對 終究會有更重要的來源 會跑出來 那這些更重要的來源 一旦他的資訊被洩漏 他的身分不偽造 他可以去欺騙更多重要的人 比方說你思考一件事 假設我是你的老師 那我的帳號 發佈一些資訊是很重要的 比方說我公佈什麼時候期末考 我公佈那個評判方法 但是呢 你可能對我有些怨恨 拜託不要做了 我說假設 假設你對我一些怨恨幹嘛 你就是取得我的個人資料 那要幹嘛 去發佈一些假的資訊 讓學生討厭我 對不對 反反覆覆就會被學生討厭 要被學生討厭很容易 要被學生洗完是非常困難的 好 那所以我只要做一些反反覆覆的行為 就可以得罪一堆學生 得罪學生 你也知道我就不會有好下場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什麼 資訊安全 你要考慮到這些議題 好 那總之拉回來就是說 所以大家大概發現什麼 像前面臺面attack 有趣的地方在哪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做一件事 尤其是涉及到敏感資料的操作時候 像這種程式 什麼程式呢 像這種程式 這種程式很簡單的就是做什麼事 它就是做branch 對吧 就是分支嘛 就是說是不是符合 符合的話我就下一關 那如果不符合呢 我就return 但是因為我們就很 很容易可以去分 透過分析 程式的執行時間 或者取得 系統資源的那個運用 從而推 旁敲側擊 得知什麼 得知它密碼分佈 那就做到這個攻擊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呢 我們需要一個機制 這個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常數時間 很多人以為常數時間 就是針對效能追加 不是 很多時候我們做這個constant time 不管是cryptor 或者是constant algorithm 很多時候不是為了效能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安全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常數時間 不見得是快的 因為常數時間 我希望說我執行的輸入 假如我輸入的字串 是100個字元 10個字元 5個字元 在constant time的實作 可能是這樣 它是固定都是這麼長的 就是10個字元的長度 20個字元的長度 100個字元的長度 可能都是這麼長 但是原本的實作呢 像這個 這個實作 比較5個字元 跟比較10個字元 比較100個字元 5個字元瞬間就做完了 10個字元也是瞬間做完 所以注意到 雖然這個東西是linear 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linear 但是 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有趣的地方是 剛剛的那個 成實作來講 linear實作有可能 比constant time的來得快 為什麼 這很簡單道理 因為constant time的實作 它每次都在執行那麼久 但是在linear來講的話 只要它的數字分佈都是 都是比較小的數 它一下就return了 所以就這樣 我們今天講constant time 很多時候不是為了時間的最佳化 不是為了效能的最佳化 在安全的領域 資訊安全領域 是為了什麼 避免side channel attack的發生 所以我們這邊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ABS ABS 這個東西在中學的時候就學過 這個東西什麼 對整數取絕對值 我們先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 講那些什麼 講那個很直觀的系統 對不對 就是前面是符號 後面是數值 那本質上那個數值大小 本質上就是ABS 那數學上定義很單純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x大於等於0 就回傳了x 那x小於0就給它加一個 負的x 所以你這邊來講話的有趣地方是什麼 如果我直接把這個數學定義 轉換成程式碼 就一定有分支指令 什麼叫分支指令 就是這種if else 這東西就是分支指令 而且不只是有分支 而且是說 當我x大於等於0 跟x小於0 它兩個不同狀況的時候 在CPU來講 執行的指令數量是不同的 當我x小於0的時候 我很顯然我要多執行一個什麼 不管是乘以負一 或是說對x找到一個什麼 反元素 不管做什麼樣的操作 總之呢 我就多做一道指令 所以如果我可以很精準的 知道你這個絕對值的操作 就是說 假設我平常的時候絕對值都很快 取絕對值的時候一下就得到 反過來說 我平常的時候都很快 突然有一次做ABS的時候 時間很長 你大概猜出來 對不對 那個x應該是負的值 對不對 或者是說 平常呢 耗費時間都很久 就是比較久 不是很久 就是比較久 但是呢 某個時間突然變快了 就猜出來 平常應該都是負的 就是負1負2負3 下次有個帶一個什麼 帶一個0 然後一下就轉 一下就轉 好 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要降低 tummy attack的影響 我們其實就需要什麼 要把branch拿掉 所以稱為叫什麼 branch this 就是說 把這個什麼 上面這個if else 拿掉 對不對 就是上面看起來有兩個if 但其實它就是if else 一個是大於等於 另外一個是小於等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要實現branch this 的關鍵是 惡補數系統 你們覺得頭很痛啊對不對 講到這個 移除branch 你還懂嘛對不對 因為這件事要降低什麼 timey attack的影響 但是這件事呢 竟然跟惡補數 竟然是有關的 你們覺得 腦洞大開 不覺得很開心對不對 就是 就是因為它不止血才要講 好 來思考一下 我們前面講 那個惡補數的編碼的時候 其實叫什麼 就是給定一個 有號整數 A 對應的這個 對應的負數呢 是什麼 是 惡補數 惡補數 要做什麼 就是說把所有 每一個位元反轉 反轉之後呢 假1 好 這個東西 就是 位元反轉 所以你看好玩了 這個 這個是 一個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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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它的反元素 就負x 所以我就把這個x保留 那這邊我就 就這樣子說 這是惡補數系統 好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今天x是大於0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有趣的地方 這個要x大於0 二補數呢 就會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關係 什麼關係這個 好 注意到底下標2就是二輕位 所以這個東西存在 好 然後呢 反過來說呢 你要找到一個什麼 找到一個某個 複數的一個相反數 好就是什麼 先減去1 再反轉所有位元 對不對 就把這個剛才這個操作反過來做 好 然後呢 我們下面只探討這個30歐元的整數 其實我們整篇文章其實都在探討這個30歐元整數 好 我們現在觀察了這個什麼 exclusive or 好 注意到這個正式唸法要唸什麼 exclusive or 好 然後呢 或是你要唸成xor 都可以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 注意看這個東西 注意看最後 這個 這個後面很好玩 你看 今天我要把0跟1互換 0跟1互換 0跟1互換的時候呢 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你看看 這個東西 中間都是1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啊 就是不管它的輸入是什麼 輸入是0101 或是110 反正不管它的輸入是什麼 你只要對一堆1 做exclusive or 就是等於什麼 就是等於把0跟1互換 好 所以為什麼需要正值表 這個東西厲害的地方 它乍看很無聊 這真值表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 我以前 我第一次看到真值表 好像是國小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鬼東西 就覺得好無聊 就跳過 但這個東西其實很有數學啟發 所以你看 如果你要做位元反轉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對-1 做exclusive or 在二卜數來講 因為-1就對應到什麼 1對1 你的有效位是8位 有效位是16位 那就是16個1 好 然後一樣 反轉所有的位元 就可以用這個東西的操作 那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改寫 好 好 但是要特別注意到的是 西元 畢竟它出現很久了 UNIS 作業系統發展 至今已經超過什麼 不是超過 已經剛好 今年就是什麼 今年就是滿了 借滿 50年 那西元 晚一點 西元大概1972年才發展 好 好 然後但是注意到已經是 我們剛剛還記得吧 1960年代有個很重要的一個補數系統 就是什麼 1補數 所以呢 西元為了相容呢 其實沒有規定說 計算機閉碼一定要用2補數 注意到 1960年代很風行的是1補數 好 然後呢 之後呢 新的系統 絕大多數都是2補數 但是 剛才講過 1補數其實還是存在 至少在網際網路是存在的 所以呢 在西元來講的話 它其實沒有強制規定一定要用2補數 所以這導致很多困擾 不過還好 在C99 規範一個東西叫 Fix-Vive Integer 這是什麼鳥啊 就是那個 RNT16 RNT312 RNT64 注意到 有沒有一個底線T 什麼叫底線T呢 底線T就是 就是用Type Define 去定義的這個衍生型態 就是 都是什麼 底線T的 注意到 那在C99 C99的什麼 這一張 7.18.1.1 有特別講 它一定要什麼 這些 這些 RNT16 RNT32 RNT64 一定採用什麼 2補數系統 然後呢 接著我們再去觀察那個位移 位移其實有兩種 一個叫算數位移 一個叫做邏輯位移 那算數位移 先講邏輯位移好 邏輯位移就是說 你原本有幾個位移 比方說我這個 這個什麼 就是 我往右位移嘛 那往右位移的時候呢 就是你看到 這邊是 10111 那我就往右位移 那最右邊1 就被犧牲掉 那前面就補列 那但是呢 注意到算數位移呢 就是說原本呢 它如果是有號數 就是 它有號數的話呢 它的Sign bit會存在 也就是它的E會存在 也就是它的E會存在 那所以 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我位移的時候呢 這個E還是存在的 然後呢 這個就 這邊還是什麼 這邊還是向右位移 所以我們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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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過來 所以這邊 注意到的E 那這邊呢 就擺這個 所以注意到哈 就是說這個 有兩種位移 一個叫算數位移 一個叫邏輯位移 注意到這個算數位移 有這個 有這樣的規定 好 然後呢 到底呢 是採用 算數位移還是邏輯位移 在我們的例子 來講話呢 怎麼看呢 直接幫你畫重點 如果輸入型態是30位移的 有耗者數的時候呢 向右位移呢 是採用什麼 算數位移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跟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module operation 有點像 對不對 好 那接著你會得到一個 超級酷炫的東西 就這個 就是說 如果 對輸入值做什麼 向右位移31 那你會得到很有趣的東西 就會 會分別得到0 跟什麼 跟-1 好 然後呢 你就會做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這個 就是補充一下什麼 bit mask bit mask聽起來很高大上 對不對 這個中文叫什麼 叫做 衛員遮罩 聽了都 聽了嚇到 嚇到都是吃熟熟 但是衛員遮罩其實很單純 就是我要對某個衛員做特定運算 得到特定的結果 好 比如說 我要讓每個衛員 每個衛員都反轉 誒 那我需要 找什麼東西來做運算 就比方說做-1 對-1做什麼 exclusive or 所以-1本質上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選定的一個bit mask 那同理呢 我們這邊來講話得到一個好問題 因為這個結果 有號整數的x向右位於31 會跟輸入式正整數還有輸入式負整數會有不同的答案 一個會得到0一個會得到-1 然後呢 我就拿這個東西來幹嘛 來做加法 加完之後呢 再做什麼 exclusive or 底下有說明它原理 然後很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會好奇說 這個x加上bit mask 會不會遇到offload 遇到offload 會不會遇到什麼integer offload 導致錯誤 注意到 integer offload不見得會出錯 而是如果你忽略integer offload 或是integer offload跟你預期的不同 那才會出問題 但是這邊來講 好 另一方是什麼 offload之後的數值剛好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看看 比方說我們把-s等於-3帶進去的話呢 它就是會發生offload 對不對 因為-3嘛 是一個很小的值 算完之後 這個就會變成什麼 好大好大的值 對不對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值 然後這個做完運算一定會有offload 但是剛好轉完 這個offload 這個1會怎樣 就是offload 但是我把它做完這個運算之後呢 還是會得到什麼 得到我們預期的3 所以注意到呢 這底下這個機制會有一大堆 所以這底下你可以對照看一下 事實上呢 這個ABS這種液體很有趣 就是真的來講話 你可以看到像這個 好 注意看這個東西 這個很酷 雖然就是s86的主委員 但是沒關係 你寫 發生什麼 這個branch不見了 對不對 if-else 對不對 右邊寫wif-else 但是左邊根本不需要寫if-else 好 所以注意到 這個實作方式是怎麼來的 這個實作方式就是這個方式 所以你可以教他對照看這邊的討論 所以呢 注意到這邊 你看標題它寫什麼 最佳化的ABS的實作 ABS的實作 那其實你只需要什麼 3道 s86的指令 帥巴 然後 而且 就是說 這是什麼 這個是 video studio 2005 然後這底下是什麼 另外一個 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出 這其實就需要3道指令 而且顯然它不需要什麼 不需要有if-else 也就是說 不管 今天輸入的數值是 正的值 負的值 反正不管它正的也負的也好 反正這樣 耗費的這個什麼 就是3道指令 注意到3道指令跟3個CPU class cycle是完全獨立的事情 不見得它就是3個class cycle 完全取決你底層什麼事做 但是這件事很重要 它讓這個前面講的timing attack 至少在這個部分是不會受影響的 對吧 因為我這個不管正的數值 負的數值 我就是需要什麼 3個這個CPU class cycle 要不要講 3道指令不是3個class cycle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說 運用這些bwise operator 就變得很關鍵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個 你所不知道的C元講數字系統 好 接著我們來講一些 比較常見的一些應用 就是二進貴的這個加法器 這個之前也探訪過了 然後還有探討像這種議題 我們要去探討 一個數值是不是2的n次方 那你要怎麼做呢 這個很有趣 其實你只要這樣做判斷就好 你不用傻到判斷一個數值是不是2的n次方 拿一個數值去除以2 不需要這種事 所以你只要這樣做就可以 至於為什麼這樣運作的話 你可以想一下 好 然後呢 還可以做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要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講的ASCII 注意到ASCII ASCII table是有它學問的 這個ASCII table 它不是亂排 就是很多人 好吧 我在內 我第一次看到ASCII table 應該是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看看開始寫成4 就是看到ASCII table都放了一本書 最後面我就覺得 好無聊啊 這個老美 我知道ASCII那個A是什麼意思 這個會害我不認真 只要把它關掉 好 雖然會喜歡看 但是就要把它關掉 好 所以就是說 我知道ASCII那個A是什麼意思 是 美國的意思嗎 就是美國嘛 所以反正它就覺得 反正美國人發明這些電腦 但是呢其實它這個東西是有學問的 來來看一下 這個學問在哪裡 我們把大A找出來 大A呢 對應到實境位是65 小A呢 對應到97 本來這件事沒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注意看一個有趣的地方 這個大A BCD 一直到 到什麼 到這個 V 在這裡 所以Z呢 對應到這個實境位就是90 但你發現 這個 大A到大Z 後面不是緊接著 接小A到小Z喔 不是 後面塞了這些符號 這後面的符號很有道理 而且你要想一下 這邊呢 好你看喔 這邊的這個 從 從這個開始算 從這個 小老鼠開始算 這個at開始算 到這個底線 開始算 這總共有幾個什麼 有幾個字元呢 這不難算吧 從0到31 所以你發現 誒 這東西是有學問的嘛 你看喔 從這個at到這個頂線呢 其實有32個字元 同理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這種escape code 那就是escape的 開始算 到什麼 到這個delete 它其實也是什麼 三十個位 誒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喔 這個a 大寫的a跟小寫的a 它其實就 剛好差了什麼 差了 三十二 十六近位的三十二 誒 十六近位的三十二 這是什麼概念 五就是一 零零零的之類 對不對 你懂意思嗎 因為這個 三十二 十幾位的三十二 等於多少 等於二的五次方 也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只有一個一 然後後面是一 對不對 然後就是一 零零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如果你要把大寫 轉寫小寫 你根本不用傻到說 if a 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把大寫 轉成小寫 你根本就不需要幹嘛 不需要 什麼 if 大a 鋁特小a if大b 鋁特小b 對不對 還記得那個 那個不是 什麼soft jump版的 還是programming的 還是ptt的 鄉民很喜歡笑這些人 真的不要去笑那些人 去想看你怎麼學習的 但是你看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 你要把個字元轉成小寫 你根本就不需要分支 你從頭到尾 對by's有概念 你知道二進位的運作機制 你從頭到尾只要這樣做就好 對不對 你只要對這個東西 欸你說這什麼鬼 注意到 這個東西呢 是什麼梗 這個東西呢 是有梗的 好你們看到 space space對應到 十進位就是32 好所以注意到 所以從頭到尾 你只要對 32 做什麼 做 or 運算 就可以做到小A 好注意到 因為小A 是排在比較後面的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所以你看小A呢 對這個sor 做 對這個space 就是32 32做什麼 做or運算 會得到小A 好 那大A呢 對這個space呢 也是32 做什麼 做or運算會得到小A 所以你看 所以我們就不用去判斷這個A呢 不管不用判斷我的輸入是大A還是小A 反正我就是什麼 反正我知道他的資源就是對他做 對32做or運算 好同理 你要把小寫A變成大寫A 回想一下 小寫A在右邊嘛對不對 比較大的數 轉換的比較小的數 從頭到尾去幹嘛 就是對32做m的運算 然後 所以你們發現 這個 你們有沒有覺得突然 腦袋好像 有發育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把大寫A 互換 可以啊 exclusiveor又出現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件事 你把這個 要把它轉成小寫 就是做or運算 轉大寫 然後排在比較前面的 就做n的運算 那你要互轉 就是tackle 就是切換 大的變小 你根本就不用寫這樣複雜的 if else 你抽袋子在幹嘛 用美妙的exclusiveor 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這件事呢 它不是炫技 就是說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這個曲 不是 你又可以搭配這邊 就是還記得吧 剛剛講這個timing attack 你又可以搭配這東西 拿出來幹嘛 拿出來講 拿出來驗證 就是說它又是一個什麼 它不只是一個技巧 所以你要知道 其實ASCII這個排列 是有它的道理在 因為大A到大Z 小A到小Z 之間要做轉換實在太頻繁了 所以ASCII的這個 自訂者 其實就設計了什麼 就設計它的排列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們今天講編碼 有效的編碼 為什麼對寫程式 對諮詢安全 或者整個這個 整個系統規劃 為什麼那麼重要 就在於什麼 就在於說 編碼的意義是人決定的 但是編碼的處理 像那個一補數二補數 對不對 這個東西的處理 就涉及到什麼 涉及到效率 涉及到它的對稱性 那像二補數好的處就是什麼 它的對稱性高 所以你在很多東西 可以自圓其說 不然前面講的還是什麼 負負德證 負一乘以負一 你可以得到 很完美的 很美妙的一個答案 好 那底下呢 就有一些說明 去探討 就是包含說這個 包含說什麼 包含說這個 你去 最佳化這一段程式 這段沒有錯 對吧 但是它 執行不夠好 如果你一次只比對一個 資源 這很美的效率 現行的電腦 一次可以處理什麼 三四歐元 好 那所以我們這次 就是 探討的數字系統 大概先探討到這邊 那你會覺得 好像一由未清對不對 誒說好的服務點數呢 對沒錯 好 服務點數呢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們這一次可以探討 所以顯然數字系統 也有分上半部 還有下半部 所以我們上半部呢 就跟大家探討到什麼 探討這些 整數的 尤其是這個 補數系統 就是一補數 二補數 還有像剛剛講的 像ASCII 還有相關的一些BWISE的操作 然後我們 這個數字系統呢 會有個下 就是下題呢 來探討 探討這個 探討 浮點數 那浮點數呢 要考慮一體就很複雜 就幫 剛剛講的一些群 就說這個 像這些 呃 那個 那個 像是那些 群的那些 交換率啦 結合率啦 這些東西要去探討 而且還要看到說 它的那個精準度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呢 我們前面呢 講了很多什麼 阿貝爾群這些議題 那這個在浮點數 它不是完全不成立 它是在特定的情況下 不成立 那更麻煩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那更麻煩的地方是說在這個 呃 浮點數的話呢 還是有可能會這樣 會有跟這個 整數互換的部分 那浮點數呢 難 難的地方還有在什麼 它能夠表達的 有效數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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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叫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 小數值範圍 好 就是說 你可能已經看過這種圖嘛 就是講這個什麼 講這個浮點數的表示方法 但是你很可能沒有去思考過 這個浮點數的這個 呃 能夠表達的這個數值到底是哪些 它不是說有個上界有個下界 那上界到下界所有的數字都可以有 不是 好注意到 浮點數跟整數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在這裡 整數來看我們在意地方是什麼 在意地方是 好我的對稱 好就對稱現在來 我設計一個對稱走在哪 好那 比方說0 0的兩端 有一個-1正1 負2正2 所以我們會在意這種對稱 當然有些對稱 比方說 正的127 跟負的128 這個是完全取決你的數系統 但是浮點數來講的話呢 它的範圍裡面 它不是每個值都可以表示 它往往能夠表達的數值是 呃 就是比方說你的對稱走是0的話呢 就是說假設你這個這個0 那正負0 正負0再多一點 那個這個可以表達 但是在遠一點呢 它往往就是有些數值是無法表達的 那所以比方說會有像這樣的示意圖 所以能夠表達的數其實都區分到這裡 那很多值是不能表達的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你要表達這個值 就是這個值 就是在這個紫色框框之內 對不起 不能表達 對你們突然覺得頭很痛對不對 所以浮點數為什麼這叫浮 因為其實就只有這邊是完整涵蓋的 那就是涵蓋夠高的 然後這邊越遠呢 就越沒涵蓋到 那你以為這樣子就說沒有 浮點數呢 其實還要考慮很多議題 而且浮點數呢 有很多你很難想像的事情 就是浮點數對應到阿貝爾群 這個阿貝爾群 像這種東西 這個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不要懷疑 這背後呢 就複雜 複雜但我們需要再開另外一個系列 來探討 好 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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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